这个男人是世上最强的枪骑士 为了贯彻自己的武道 一心想让世人知道 枪 这种武器的伟大 他更是凭一己之力平定乱世 纯赐帝国的大英雄 他的名字叫森德斯 是帝国历代最强枪骑士 凭借传奇长枪洛奇亚 帮助皇帝结束帝国内战 然而本该受万众敬仰他 却被他视为挚友的 曾发誓要用余生来侍奉的皇帝 背叛 心中的不甘与怒火在这一刻爆发 在他迷流悔恨之际 洛奇亚长枪发出了光 森德斯一直怀疑被称为战场死神 血红长枪洛奇亚 还有隐藏的特殊力量 令他没想到的是 特殊力量竟在这一刻爆发 奄奄一息的森德斯 艰难往长枪一点一点爬去 他的手刚好握住 洛奇亚长枪的一瞬间 他便断气身亡 随后抱怨罗卡镇齐 威力极其之大 随后洛奇亚在草堆中惊醒 发现自己在一处马厩里 疑惑地看着自己双手 我应该已经被炸死了 怎么会在这里 还有我的手怎么变得这么小 难道我没死 森德斯跑到一口井旁边 看着水桶中的道理 我还变年轻了吗 随后环顾四周发现不对 这是他以前生活的地方 我这是回到过去 随后森德斯露出的奸笑 心想这是上天给自己第二的机会 那么这一次我一定会改写结局 他是世上最强的枪骑士 却惨遭背叛 在生死关头之际 长枪洛奇亚激活隐藏能力 使他重生后回到了少年时期 这一次他要改写命 这时出现了三个小嘎嘎 小时候森德斯就是被他们经常欺负 而且还侮辱自己的母亲 只因为他是阿格诺斯公爵的私生子 欺负他们母子 就可以满足以下犯上的愿望 所以眼前的这三个家伙 少年时期的森德斯就决定 有朝一日一定向他们报仇 此时这三个小嘎嘎 还在森德斯面前语言调戏 侮辱他的母亲 而我们的男主对他们的忍耐早已到了极限 但是要对付他们需要力量 随后森德斯开始尝试凝聚魔力 在他重生之前 所有魔力练功法都是非常特殊 这种特殊练功法和长枪洛奇亚 都是在古迹里面发现的 而他之所以获得最强称号 也是因为重练功法 固有的练功法是在自身提取魔力 而他的练功法是用身体吸收周围的魔力 还能将吸收的魔力对目标物释放 这是一个刀疤男嚷嚷的要教训森德斯 只因为森德斯长得比他帅 然后刀疤男撸起袖子 手持长盾对森德斯喊道 我今天下手没个轻重 你听到了吗 而森德斯根本就没有再听他废话 而是闭眼集中精神 吸收周围的魔力 然后慢慢的他右手就凝聚出了魔力 接着眼睛一睁 眼神充满杀气 吓得刀疤男一紧 对森德斯大喊你这家伙下不水了 接着手持长棍 俯身冲向森德斯 而森德斯早就凝聚好魔力 就等着他过来 随后就是重重一拳打在刀疤男的步 刀疤男应声倒地 嗷嗷吃痛 另外两个男人感到非常震惊 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同伴 竟被一个小孩子一拳揍爬 然后红发男拔剑愤怒走向森德斯 而森德斯发出一击攻击后 感到自己腹部有奇怪的东西 他重生之前都没有感觉到有这种攻击 现在他还要应付手持常见的红发男 此时红发男对着森德斯大喊 今天就是你的戒日 然后向森德斯挥出一剑 森德斯快速下蹲果果一击 然后右手再次凝聚 挥拳击中红发男脸上 红发男被击飞几米之鱼 最后一名男子看到森德斯 竟隐藏着如此强大实力 不得不紧慎起来 而现在森德斯的身体 根本承受不了太多魔力 现在的他也是极限 但为了不让敌人发现 只能强承着 然后大声喊道 只要敢侮辱我母亲的人 我绝对不会轻老大 以我名字发誓 随后爆发出强大杀气 吓得最后一名男子落荒而逃 而森德斯也支撑不住 力竭倒地 昏睡过去 史诗吉强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目标就是对未来皇帝复仇 此时在公爵府 因为森德斯打倒了三个百父长 导致众人议论分 一个中年大叔对着其他人说道 前几天连话都不会说 只能去马就禅使的森德斯 现在能够打倒三个百父长的话 那公爵大人会不会更换继承人 怎么可能 猥琐男摇头说道 就在这时 森德斯从他身后推门进来 吓得猥琐男话都哆嗦 森德斯 少 少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而此时猥琐男看着森德斯 感受到了一股阴森的杀气 而森德斯则是让他们告诉公爵 乔书亚 森德斯来见他 与此同时 落荒而逃的罗尔斯 再向公爵汇报森德斯是如何打败他 公爵让他把地上的铠甲爬上来 看到铠甲上的被破坏了一个大股 公爵陷入了沉思 九岁就能赤手空拳 把橡木树皮做的铠甲 弄成这样吗 而一旁的戚风却觉得不可 因为在整个大陆 就没有一个人在九岁时 能够运用魔力道实战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他有着空前绝后的天赋 至少也要成为最高级的B级骑士 才能模仿出用手释放魔力的样子 我不相信九岁的森德斯少爷 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肯定是他欺负少爷怕被发现 才编出这种愚蠢谎言 随后七风请求公爵大人 让他整顿一下此人散乱的军机 就在七风要拔剑之时 公爵阻止了他 想要了解真相就得问当事人了 是时候见一面了 我亲自去见他 此时七风感到非常意外 公爵大人竟然亲自去见 区区一个私生子 他都没有去见过 拥有帝国最强天赋的巴贝尔少爷 公爵问他森德斯在哪里 七风回答说 听说他刚刚来到这里 就在一楼的待客室 随后公爵让七风带领 去见森德斯 画面来到公爵虎狂狼 一个金发少年正在缓缓走来 他就是巴贝尔 有着大师称号的公爵 是16岁才成为魔力持有者 而他14岁就成为魔力持有者 他惊讶地看到森德斯 竟然出现在公爵虎狂 询问他在此处干渗 森德斯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着墙上的地方 阿巴伦帝国现任皇帝 是马尔夫斯 看到这幅画森德斯内心 就涌出一平幕 使他周围充满了黑色的杀气 凯撒尔 布里登 我一定会向你复仇的 这个少年非常的惨 母子经常受到领地士兵欺辱 可现在的他 是30年后史上最强枪骑士在生 就在刚刚 森德斯来到公爵府 被无视的巴贝尔恼羞成怒 握紧拳头向森德斯袭来 森德斯自然是轻易地挡住 巴贝尔万万没想到 森德斯竟然躲过一击 而且还能紧紧抓住自己的守护方 正当他想凝聚魔力再次出击时 公爵刚好来到此处 看到公爵 惊慌的巴贝连忙下跪行李 而森德斯却是没有半点惧怕 戚风看到森德斯胆子如此之大 便呵斥森德斯赶紧下跪行李 公爵则发现森德斯眼神充满了杀气 森德斯也发现了自己的异样 必须快点抑制愤怒 因为公爵是不会放过让他反感 甚至是小孩 公爵看到冷静下来的森德斯 便让他走过来 要亲自探查一下森德斯是否真的能使用魔力 巴贝尔惊讶地看着森德斯 缠码愤得怎么可能有魔力 森德斯则是在等到不妙 如果被公爵发现了自己体内灵样 那他的复仇计划就泡汤了 而这时 公爵突然抓住了森德斯手腕 他震惊地发现森德斯竟没有办给魔力 因为只要是人类就有基础魔力 那他不是靠魔气移动的活死人吗 不对 他体内有黏糊糊的怪状物 最后公爵让森德斯先暂住公爵府 先观察一段时间 听到森德斯要住在公爵府 巴贝尔急得抖叫 是不是要抢我位置吗 你有什么问题吗 公爵一个犀利的眼神 吓得巴贝尔屁都不懂 然后公爵吩咐七封从明天开始教森德斯一些基本的骑士技能 如果有天赋的话可以传授魔力练功法 七封带森德斯来到一个房间 说有什么需要再找他 然后重重地关门离开 森德斯心想 果然阿格诺斯公爵不在 态度就360度准备 算了 管他呢 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力量 深夜 森德斯从窗户一个帅气翻空跳下 发现自己力量恢复得比想象中还快 突然腹部魔洞里的年状物在一阵翻角 随后发现是体内的魔气与胜利气韵作馆 因为把魔法修炼到极致会和体内的胜利造成相关 这也是森德斯前世修炼魔法与武道遗留的问题 而抑制抑制这两股力量是长枪洛奇亚 那么找到这个时代的洛奇亚可能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画面来到了一间小物 被森德斯教训过的三个小嘎嘎在戏入森德斯怒气 他们现在打得有多数 等会死的有就有多残 这时罗尔斯想让他们停手 因为这样下去我们会提早领放 而刀巴男却完全不停血 对罗尔斯说道 我们有夫人撑腰怕什么 你要是害怕就滚开 就当刀巴男正总的下手时 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注射 回头一看竟然是森德斯 其中两人还在语言挑战 只有罗尔斯在瑟瑟发抖 而森德斯则是怒果冲天 你们别想活着从这里出去 这个少年上一世是史上最强强其事 带着上一世的记忆重生回到过去 一路开挂 收服将士 森德斯想快点恢复上一世的力量 就跑到了古一记 而他的爱枪洛奇亚就是在古一记一处暗道发现的 开启暗道的方法就是以血为瘾来激活 暗道开启后 森德斯以自信的步伐走过去 暗道通往一处神殿 神殿里面已是一片废墟 这跟他上一世来的时候不妥 上一世神殿这里还是完好无所 神殿内的神坛上还有一把被铁链束缚的长枪 也就是洛奇亚 可是当他走到神坛发现 上面除了一根铁棍 就什么都没有 而当森德斯触碰铁棍的一瞬间 铁棍发起了耀眼的光芒 他睁开眼一看 四周竟变成一片无尽的空白 随后铁棍诡异的出现在他身旁 吓得森德斯一击灵 然后铁棍告诉他 他不是铁棍 而是魔神器洛奇亚 魔神器 是魔神的生物 森德斯万万没想到 上一世与自己一起征战的洛奇亚 竟然是魔神器 而且形态都发生了改变 难道是因为重生的原因 才变成这个样子 洛奇亚则是告诉他 他自己时间不多了 如果你想活命 唯一的办法就是唤醒他体内沉睡的力量 想快速恢复力量 至少达到魔枪术第四阶段 魔枪术本威力十分惊人 而伊格兰大陆所有的骑士都认为 剑材是最佳的武器 用枪就是小孩子或家家 但在他重生之前 整个大陆能与他匹敌的人屈之可数 而他的魔枪术总共有八个阶段 他也仅是达到了第五阶段 就成为帝国最强骑士 第四阶段的实力 就相当于必基骑士的最高级水准 上一世已经达到第五阶段的森德斯 这一世达到第四阶段应该不难 而森德斯唯一担心的是 自己没有多少时间了 洛奇亚则是让他不要担心 你尽管提升实力 我可以让你使用魔力的时候 不会遭到反射 真的吗 如何你能达到最高境界 我也能找回自己的力量 那你的计划便得以实现 洛奇亚话还没说完 便消失在森德斯眼前 然后化为普通的题目 随后森德斯尝试一下运用魔力 紧闭双眼凝聚空气中魔力 魔枪术第一阶段 果然现在的他使用魔力 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遭到反射 然后调整好姿态 魔枪术第一阶段枪法第一式 只见他把凝聚的魔力集中在一处 然后快速刺出 命中远在9.99米的视墙上 挂到手的森德斯满脸笑容 我的复仇计划开始了 你给我等着 凯撒尔本布里根 史上最强枪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从此他便九岁开始了开挂人生 由于森德斯最近不仅打倒了三个百夫长 还颇有王者风范 阿格诺斯公爵决定给他许配一个小娇气 他叫伊瑟琳 是帝国里备受关注的人才之一 年仅九岁就成为了二级魔法师的天才 也是冯塞尔伯爵的儿女 他的地位虽然比伯爵低 但在帝国里的实力不容小觑 此时冯塞尔和伊瑟琳正在公爵府 阿格诺斯公爵到了会客厅后发现 除了冯塞尔妇女 还有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夏罗 是芬迪厄公爵之女 芬迪厄公爵是帝国五大公爵之一 其财力足以撼动整个帝国 而巴贝尔18岁的时候 就会跟踪迪厄公爵之女夏罗联姻 夏罗看到伊瑟琳来公爵府 以为是要跟他争夺所谓的天才巴贝尔 把伊瑟琳视为对手 这时夏罗突然提起了 森德斯打倒三个百夫长的事 而七峰则表示那只是传闻而已 而且森德斯身体虚弱 还遭受了魔力的诅咒 怎么可能打倒了三个百夫长呢 作为帝国五级魔法师的冯塞尔 听到有关于罕见的魔力诅咒 自然是颇感兴趣 此时阿格诺斯公爵也拜托冯塞尔帮忙看看 因为冯塞尔对魔力感知比他还强 冯塞尔自然是爽快答应 因为这也是个八戒公爵的好机会 七峰则是请求公爵再测试一下 森德斯是不是真的患有先天魔力缺失 还可以验证传闻是否属实 而测试的方法就是安排一名C级骑士与森德斯对战 森德斯虽然是私生子 但现在公爵已经对他非常感兴趣 自然不想让他冒险 但又想再次确认森德斯的实力 然后便要求比试的时候 只能使用训练的木剑 画面来到七峰办公室 七峰听说凯恩最近与几个百夫长有冲突 而没经过他就擅自处决了他们 就是没把他放眼里 而凯恩则说 当时他们在伤害公爵夫人 情况危机 七峰听到后感到非常震惊 他误以为那几个百夫长伤害的是巴贝尔的母亲 巴内莎夫人 可当凯恩说是路西亚夫人时 七峰态度可是360度 所以你就为了一个低贱的侍女 就把两个百夫长打残了 凯恩则表示路西亚是堂堂的公爵大人 不是一届士兵能伤害的 他们的行为就是对公爵最大的倘信和侮义 如果我做错了 甘愿受罚 看到凯恩竟如此维护路西亚夫人 七峰陷入了沉思 然后跟凯恩说这事先不提 我现在有任务交定 你今天要跟森德斯少爷对练 什么 跟森德斯少爷对练 是的 主要测试他是否真的受到魔力的诅咒 测试清楚了后就免得公爵大人惦记他 明时怕他把巴贝尔少爷比下去 哼的一声 你不要胡说 巴贝尔少爷可是整个大陆都难得一见的天才 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鹅卵石给伴侮 此时凯恩心想 森德斯那可是能划破天空 炸裂地面的存在 认为他是鹅卵石的人必将后悔 七峰还要求凯恩在对练过程中 偷偷向森德斯注入魔力 如果是受到魔力诅咒之人 会本能地排斥魔力 但没有魔力之人 被注入魔力后 就相当于是毒药 不出十天必然死亡 此时的凯恩是敢怒不敢言呀 毕竟七峰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他是大陆史上最强强骑士 带着记忆重生回到过去 此时在少爷无常 不想伤害森德斯的凯恩 满脸愁容 森德斯到达练武场后 凯恩告诉森德斯等会对练的对手就是他 而他也不会使出权力 森德斯则是冷笑一声 你这是小看我吗 虽然你们其实有权选择自己的主军 但自己也有权选择自己的部下 我可不想要软弱无能的手下 想知道我的实力 那就全力以赴吧 这就是你手中的剑存在的意义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等人也来到了练武场 参见公爵大人 七峰看到森德斯还是这般无力 正想上前呵斥 下一秒森德斯就对公爵下跪行动 阿格诺斯公爵想不到森德斯还堵了理 而七峰则是背弃的咬牙切齿 森德斯则是说有样学样而已 随后询问七峰 是你要考验我 七峰急忙上前解释 这是对您的关照 测试是否真的是魔力缺失 然后为您治疗 此时森德斯心想 果然是巴贝尔的人 这是趁机杀我吧 正准备开始的时候 阿格诺斯公爵告诉凯恩 对恋的人不是你 而是巴贝尔 巴贝尔则满脸坏小 作为哥哥会好好帮助弟弟 放心吧 我会让着你 不会使出全力 森德斯此时知道 巴贝尔和七峰为了除掉自己提前安排的一出戏 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开广 咔咔一声 森德斯把扫把的一段折断 屌是用木棍当武器 众人感到非常意外 夏罗甚至当场笑出声 七峰又在罗里把锁 阿格诺斯公爵直接叫他闭嘴 看到森德斯如此认真的表情 阿格诺斯公爵只好答应他随后吩咐各位赶紧落座 并对巴贝尔强调不能使用罗里 自信满满的巴贝尔自然是答应 看到森德斯拿木棍应战 凯恩满脸担忧 此时巴贝尔还在语言挑衅森德斯 或木棍配缠马分的很合适 比赛开始 他是大陆史上最强强骑士 带着机翼重生回到过去 巴贝尔立刻俯身向森德斯发起进攻 森德斯使用木棍刺出 巴贝尔急忙闪躲 这是哪学来的小把戏 对付我还不够 森德斯发现他虽是C级骑士 只是速度稍快 招式就很简单 随后一个横扫 直中巴贝尔手力 此时巴贝已被激怒 一个排不上名的数字 别想爬到我头上 话音未落 又被森德斯击中胸口 连续被击中的巴贝尔已被愤怒冲锋了头脑 不管攻击 使用魔力附魔在木剑上 轰隆一声 众人以为森德斯就到此为止了的时候 突然从烟雾中 追出一开货木 森德斯竟然毫发无伤 而且手中的木棍还依附着木 众人大吃一惊 戚风则是惊讶地发抖 因为从没见过九岁就有魔力的人 巴贝尔更是怒不可言 这样下去继承人的位置就不保了 随后拔出腰间的佩剑 冲向森德斯 虽然阿格诺斯家族会十年后的战争被除掉 但现在他还要依靠家族的力量去实现复仇计划 就当他们二人快要碰撞在一起时 突然被阿格诺斯公爵爆发出的强大魔力给阻止 给我住手 巴贝尔显然是不服 但又不敢在公爵面前造死 阿格诺斯公爵告诉森丰 结果很明显了 以后不要再给我搞什么测试 森丰正想说什么事 看到阿格诺斯公爵充满杀气的眼神 也不敢再说什么 而一旁的冯塞尔认为这肯定是魔力 只是森德斯少爷的魔力集中度有所不同 随后阿格诺斯公爵告诉森德斯今晚到他房间 有事要询问 什么 公爵从未让人去过他房间 竟然让铲马粪的过去 为了继承家族 森德斯自然是把握好机会 画面来到公爵府客房 夏罗此时一蹦一跳 想到森德斯九岁就能使用魔力 以后肯定会成为史诗级人物 所以他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要森德斯成为他的人 史诗级枪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环捏帝国最强天才巴贝尔 此时在公爵府内 七封把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巴贝尔母亲 巴沙内是马尔库斯皇帝的妹妹 听到自己的儿子被一个低贱的磁生子灭裁 气得直接给七封几个大笔灯 七封告诉巴沙内 如今阿格诺斯公爵看到了森德斯的才能 这样下去会变得很棘手 不过我还有办法解决 因为接下来公爵大人肯定会让森德斯认证C级骑士 而认证C级骑士的方法 必须要跟皇家骑士团队练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是吗 公爵质问森德斯为什么你突然变得如此厉害 森德斯则是以他们酒眉见面的借口搪塞不去 森德斯也知道公爵是因为要看皇室的脸色 所以没有对森德斯母子有太大关注 如今森德斯展现出惊人的天赋 但巴贝尔目前又是第一继承人 所以为了防止扰乱公爵府秩序 阿格诺斯公爵必须要带着森德斯去守 再且 如果森德斯日后超越了阿格诺斯公爵 那么阿格诺斯家族必将重振往日雄风 说不定还可以不再看皇室脸色 阿格诺斯公爵想不到这些话出自森德斯之口 看来他不仅有习武天赋还很通误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质问森德斯 你就那么有自信 废话他上一世可是史上最强强其事 阿格诺斯公爵还打算把森德斯送进首都的学院上去 因为阿巴伦帝国的贵族子女 在十到十五岁之间必须要到首都的学院上去 皇室制定这种制度 是为了把贵族子女作为用来牵制贵族的人质 同时也是方便招纳人才 安排森德斯在首都上学 也是方便阿格诺斯指点森德斯修炼 森德斯则告诉公爵 不需要您来教我 因为您虽是剑术高手 但我要练的是长枪 果然你跟巴贝尔对练就是为了这个 随后阿格诺斯公爵爆发竟然不明 可森德斯依然没有半点惧怕 表示自己会用长枪扫平所有障碍 甚至是身为九大星辰之一的你 阿格诺斯则是要森德斯先通过自己的考验 证明长枪的价值 然后才答应让他使用长枪 上一世身为最强枪骑士的森德斯自然是不怕什么考验 而且他本来就不打算隐藏实力 画面一转 巴沙内通过魔法球联系皇室里的波幅 看他那阴森的笑脸 准是想对森德斯使什么幺蛾子 史诗即将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完美帝国天才巴贝尔 就在森德斯刚刚走出阿格诺斯公爵的房间时 发现巴贝尔在门口等候他多事 森德斯本想无视他直接离开 但被巴贝尔大声喊停 表示要跟森德斯再比试一场 对于别人想找灭的要求 男主自然是会答应他 鞋子不一样就知道想起巴贝尔 肯定又是惨败收拾 而且这一次森德斯还是赤手公拳 这一操作直接让巴贝尔怀疑人生 巴贝尔想不到对方竟然可以徒手使用龙 而且威力巨大 这时森德斯告诉巴贝尔 接下来要你看看 你嗤之以鼻的招式有多恐怖 你在吓唬谁呢 巴贝尔以为自己就要得手势 森德斯又拳早已拟击 随后一招欧罗爆破数 爆发的能量直接把巴贝尔给震飞到9.99米之外 此时的巴贝尔虽是非常奋勒 但实力又比不过森德斯 完全被拿捏 森德斯则是告诉巴贝尔 憎恨我吧 愚蠢的哥哥 想打败我就想办法变强吧 虽然森德斯很想把那些侮辱和践踏过他们母子的人 大谢八快 但是看在巴贝尔单纯对习武热爱的份上 还是放他一马 最后警告巴贝尔 如果再不改掉那狂妄的态度 让他这辈子都拿不起劲 那阴森的杀气让巴贝尔害怕的色色发动 落下不甘的眼泪 与此同时在阿巴伦帝国皇宫 一名骑士正向皇帝报告森德斯击败巴贝尔的事情 皇帝马尔库斯想不到巴贝尔竟失败了 而且对方年龄只有9岁 更让他想不到的是森德斯如今的实力已经达到C级骑士水准 渴望人才的马尔库斯虽然对森德斯非常感兴趣 但此时帝国有隐藏的势力对他虎视单单 不能亲自前去 随后吩咐手下派一名皇子和骑士团过去 第二天早晨 由于使用魔力过于频繁 森德斯感到非常疲惫 虽然有洛奇亚的加持 让他自如的控制魔力 但是以9岁的身体还是承受不住的 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开门发现竟然是夏罗 而夏罗则是在那自来熟的自我介绍 因为他比森德斯大三岁 要求森德斯喊他姐姐就好了 这时夏罗正想进屋黑黑室 森德斯直接伸手将其拦下来 然后靠近夏罗耳朵说道 给我滚 紧接着哐当一声 森德斯把门一关 只留下那愣住的夏罗 一大清早就拿这些来考验我 我只爱长枪洛奇亚 红发妹子想色又难主 可迎来的却是难主一句 给我滚蛋 就在夏罗走后面多久 凯恩骑士来到了森德斯房间 少爷您吩咐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好 我们现在就过去 与此同时 在阿格诺斯公爵府的圣言无常 众人都在疑惑凯恩骑士为何召集百夫者 这时一声全体力症 是凯恩和森德斯正缓缓走来 凯恩向所有百夫长喊道 今天的训练是由森德斯少爷指挥 随后森德斯表示 作为阿格诺斯公爵的百夫长 是要当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指挥官 实力尤其重要 所以今天由我亲自评判你们的实力 你们一起上吧 众人听到森德斯这一番话 都觉得可笑至极 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打了赢百夫长 还要我们一起上 这时森德斯提枪缓缓走向前 然后指着罗尔斯大声喊道 罗尔斯看百夫长的反应 之前的事你并没有告诉他们 见识过森德斯恐怖实力的 罗尔斯下的瞬间跪地求饶 森德斯则是要他与自己一对一 如果他赢了 那就可以放他一马 此时罗尔斯心想 反正都是死 不如拼一把 随后颤颤巍巍的拔剑 然后俯身冲向森德斯 而森德斯先是冷笑一声 随后使劲魔枪术第一时 下来 轰轰被鸡飞的罗尔斯猛 撞在墙上 直接当场去世 众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森德斯真的能使用魔力 然后森德斯大声喊道 还有谁 不服的可以跟我比试一下 看到森德斯有着如此强大事 众百夫长纷纷跪地臣服 在一旁的凯恩 看到森德斯这番表现 内心已决定要侍奉森德斯为主军 还要尽力辅助他 画面来到阿格诺斯公爵办公室 阿格诺斯公爵告诉森德斯 皇室骑士团今天会来给他鉴定魔力 让森德斯先去准备一下 然后随他一起出去 此时在公爵府大门 浩浩荡荡的皇室骑士团缓缓走 一个金发男说道 真是壮观啊 到底是谁 那么位高权重 竟能让皇室出动一整个大队 金发男是公爵府第一骑士的团 精踪团整 阿姆斯特朗 然后马车上走下来一围金发少女 阿格诺斯公爵惊讶发现 竟然是四皇子清零 此人也是森德斯上一世的仇人 凯撒尔本布里登 男主九岁便有毕级骑士实力 而成为毕级也是众多骑士一生到夙愿 就在刚刚 四皇子凯撒尔率领皇家骑士团来到公爵府 此时凯撒尔身旁的黑衣人 要森德斯向皇子殿下跪地行礼 森德斯觉得非常可笑 帝国的天空只有一个太阳 有资格接受骑士跪拜的只有皇帝陛下 你还不配 看到森德斯如此无礼 皇家九号骑士副团长 巴尔蒙立刻上前准备教训森德斯 而这时金钟团长也拔剑 快速走到森德斯身旁 我看谁敢伤害公爵府的人 就在两人正要一触即发誓 突然被一旁阿格诺斯 决定发出的努力给阻止 强大的压迫感让这名副团长乖乖退下 随后阿格诺斯公爵要求森德斯 去给皇子殿下道歉 而皇子凯撒尔则管是不用了 就像森德斯少爷所说 能够接受骑士跪拜的只有陛下 但没有实力的骑士 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看着笑里藏刀的凯撒尔 森德斯恨不得立刻砍下他的头颅 但此时他必须忍耐 随后凯撒尔告诉森德斯 今天要测试他的是 皇室一号骑士团团长佐克 而巴贝尔母亲也是给他 暗中下达了诛杀森德斯的命 这时镜头来到了圣言五场 拿铁棍应战的森德斯 引起了佐克的嘲笑 你这是在玩游戏吗 不会是周围的人 夸你几句就飘飘扬了 森德斯则是反讽道 难道皇室骑士都是靠口才选的吗 此时佐克还在喋喋不休的时候 森德斯直接就是给他一棒 慌忙挡住攻击的佐克 想不到森德斯的魔力竟有如此压迫感 随后反击击退森德斯 然后两人就是一番搏动 魔枪术第一是 闪楼 雕神巧技 双方战斗暂时势均力 但测试的时间将要结束 如果完不成任务 佐克必然会被处死 随后决定使用超越B级的实力击杀森德斯 没有完全恢复力量的森德斯 对上使出权力的B级骑士显得非常适 突然发力的佐克 使出一道剑气把森德斯给弹开 随后快速出击 咚的一声 命中森德斯 惊中团长发现佐克使用的魔力已经超出B级 想上前阻止 而阿格诺斯公爵则是让他在登岛 刚刚那一招 森德斯是把魔力集中在一处 才勉强挡住 这时佐克再次向森德斯袭来 突然轰隆一声 现场沉烟四起 而被击飞的却是佐克 佐克万万没想到自己竟被莫名其妙的振飞 气得咬牙切齿 而森德斯此时手中的铁棍 形态已发生了变化 不久前 他还是一个缠马奋的低剑丝生子 任人欺负 如今是大陆史上最年轻的骑士 就在刚刚 被逼得无法招架的森德 情急之下召唤出了长枪落极 两股魔力碰撞在一起 轰隆一声 虽然把佐克给震飞了 但是森德斯也快到极限了 其他众人想不到森德斯 竟然能抵挡住了超越B级实力的一级 这时凯撒尔吩咐手下 测试可以结束了 结果很明显 森德斯实力肯定有C级 此时佐克想再次出手 然而被巴尔蒙给喊平安 测试到此结束 奉陛下之命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 乔舒亚森德斯正式成为C级骑士 对于这种D级称号 森德斯自然是看不上的 但现在的他连站着都非常吃力 可他又不想在凯撒尔面前示弱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走到森德斯身旁 询问森德斯有没有事 森德斯从没见过阿格诺斯公爵 会对他投来担心的目光 随后转身说了句没事 然后把骑士之剑接到手中 伊特兰大陆上 史诗集最年轻的骑士诞生了 测试结束后 在阿格诺斯公爵府会议时 此时金宗团长阿姆斯特朗讲述着 最近黑魔森林经常有怪物出没 其数量越来越多 而且还出现了黑巨人 有能力消灭黑巨人的 只有四级以上的魔法师 和B级以上的骑士 而阿格诺斯公爵 就是准备去黑魔森林讨伐这些怪 阿格诺斯公爵吩咐森德斯 随他一起前去 就当会议将要结束时 巴贝尔走了进来 阿格诺斯公爵询问 他为何没有出席会议 巴贝尔回应说 这段时间差点被森德斯打自闭 但现在已经重拾信心 阿格诺斯公爵看到巴贝尔眼神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内心背感欣慰 然后巴贝尔向阿格诺斯公爵说道 要从继承人的位置退下来 难道你是怕了森德斯了吗 不是 我只是遵循阿格诺斯公爵家族的规矩 堂堂正正的靠实力竞争 阿格诺斯公爵则表示会考虑 随后吩咐会议结束 便缓缓地离开 此时阿格诺斯公爵心下 公爵附阵发生着某种变化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感觉还不错 会议结束后 七峰向巴沙内报告 刺杀森德斯的计划也失败 还有巴贝尔退下继承人的位置 让他气得发热 随后警告七峰 如果巴贝尔成为不两继承人 就亲自告诉阿格诺斯公爵 他们之间黑黑的秘密 不久前他还是一个低贱私生子 任人欺负 如今的他是史上最强枪骑士在生 此时在阿格诺斯公爵府办公室 阿格诺斯告诉森德斯 解决完黑魔森林的怪物后 就要他去首都 还要他隐藏自己是公爵之子的身份 然后拿出一个盒子 告诉森德斯里面是一个环剑 使用者注入魔力 就会立刻穿上铠甲 也是为了防止你隐藏身份时 被人盯上 因为铠甲上刻有 阿格诺斯家族的标志 这种宝物森德斯自然是不会拒绝 毕竟他也讨厌别人找他麻烦 随后以阿格诺斯公爵为首的远征队 快进程 远征队伍仅是由赤骑士团 和家族中唯一的四季魔法十二号 以及巴贝尔和森德斯另外就一百多人 队伍到达了临近黑魔森林的洛克里的地城 看到阿格诺斯公爵 比格子爵和他的女儿艾娜马上出来相迎 他要不是巴刹内的亲戚 阿格诺斯公爵都懒得理他 阿格诺斯公爵看着比格这顿位 看来你的生活越来越像猪啊 没有没有 我比猪过得好 随后转身跟巴贝尔打招呼时 发现巴贝尔身边的森德斯 就打听起来是谁 当比格知道森德斯是阿格诺斯公爵的第二个血脉时 还恭恭敬敬地套近 可当戚风告诉他是侍女之子时 马上变脸 肮脏的家伙 这般侮辱森德斯 这愁森德斯记下了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上前说道 闲聊就到此结束吧 马上出发黑魔森林 这时肥猪比格说他和女儿艾娜要一同情绪 而且艾娜还是罕见的精灵师 因为精灵师和魔法一样 只有天赋异禀的人才能施展 而且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觉醒精灵师 阿格诺斯公爵看到艾娜竟然是精灵师 喜爱人才的他自然是答应他们的请求 而这名叫艾娜的女孩 森德斯越看越演书 好像有在哪见过 但在上一世他却没听过有叫艾娜的精灵师 史诗即将其事重生回到过去 此时太阳将要下山 士兵们在安营扎寨 阿格诺斯公爵等人在勘察地形 这时比格气喘吁吁地走过来 询问为何不继续行军 在这空旷的地形扎营 很容易被怪物袭击的 阿格诺斯公爵没想到这死肥猪竟如此无知 然后告诉他马上就是血月了 在血月升起的时候 他们的攻击性会加倍增强 所以在视野得不到保证 以及怪物攻击性最强的时候 我们没必要出手 无知的比格听阿格诺斯公爵说完 又是一顿彩虹屁 就像你在评论区出来的好友一样 随后阿格诺斯公爵吩咐 森德斯和巴贝尔可以自由行动 森德斯觉得机会来了 因为在森林深处有一块太古石 太古石与魔法一样 有着自身的属性 分别为水火风雷冰等 直到在他重生之前 也只有五块被人类发现 太古石的力量可以让魔法石连升两击 除了魔法石之外 骑士们也很想得到他 随后森德斯趁着周围没有人 召唤了未觉醒的洛奇亚 便独自往森林走去 走到森林深处 森德斯并没有发现太古石的踪迹 然后今天突然开始 回头发现原来是黑巨人 森德斯迅速后退隐藏起来 被挡住去路的森德斯 在思考着如何快速击杀黑巨人 黑巨人是独居怪物 想要与他一对一交手 至少是B级以上的骑士 但他只要激活洛奇亚的力量 就可以瞬间打倒他 就在森德斯准备出手时 黑巨人突然向天嘶吼 变得狂暴起来 然后发现了森德斯并且向他袭来 轰隆一声 巨大的拳头击中了地面 森德斯幸好躲过这一击 不然必死无疑 随后森德斯在逃离黑巨人的过程中 发现了天空的月亮是血红色 是血月升空了 难怪黑巨人会变得如此狂暴 随后他快速移动到一棵树后面 开始秉息凝神 尝试着使用上一世好友暗杀王的招式 只要把魔力包裹全身 他就像被周围的东西童话一样 黑巨人果然察觉不到森德斯的存在 黑巨人走远后 森德斯快速地往反方向逃去 可惜此时的森德斯 就像你关注猎谱的第二围那么猛 踩到了扑树枝 失去平衡摔在地面 又刚好遇上一群 看到森德斯第一个步 发动式地冲过去 森德斯眼看躲不了 那就刚好是一世刚炼成的魔枪术第二阶段 然后使用手中的铁棍急速旋转 魔枪术第二阶段 所有怪物被发出的锋刃命中 无疑幸免 森德斯使用触摸枪术第二时候 身体感到一阵巨疼 差点站不稳 果然小孩子的身体 还是没办法发挥出以前的威力 而且也支撑不了多久 按照刚刚哥布林怪物前进的方向来看 他们很快就遇上扎营的骑士了 他必须要再快点找到太古诗 然后与骑士团回 史诗急枪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一击黑神大龙卷扭杀了所有怪物 清理完所有障碍后 森德斯缓缓地走到悬崖边上 然后停了下来 看着悬崖下面雷电刺水 他所要找的太古诗 布伦托就在悬崖下 与此同时 在营地里的骑士 还完全察觉不到危险来临 突然一名骑士听到森林中有动静 随后发现是怪物来袭 其余骑士迅速大喊 全体注意 怪物来袭 迅速迎击 很快骑士们与怪物跟自杀在一起 此时的巴贝尔被几只小怪围攻 在他解决完几只怪物后发现 身边的一名骑士竟然轻而易举把怪物斩杀 他没想到在吃骑士团中 竟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人 其实力恐怕已经不止C级了 这时在营地的另一个方向 众多怪物在悄悄接近营地 等巴贝尔等人发现时 已经没事 众多怪物一通而上 其数量多达一千多只 两名骑士看着眼前疯狂涌进来的怪物 害怕的想向后撤退 这是戚风手持长剑缓缓走来 谁敢撤退 我必言成不待 是骑士团听令 全体列队 准备战斗 戚风的出现令众多骑士恢复了些许斗志 随后是骑士团 又与怪物能继续刺杀的起来 这是戚风手臂向后 蓄力一击 解决掉数十具怪物 发现从森林中又涌出数不清的怪物 不然骑士团被一只庞然大物吸引力 是黑巨人出现了 此时周围就只有他一个B级以上的骑士 本想着打倒黑巨人 然后能装一波 可惜结果是被当头一棒 被击飞到9.99米之外 差点当场去世 其他骑士健壮 迅速四处逃窜 会不成军 装逼失败的戚风颤颤巍微微爬起来 我竟然忘记了现在血月已经升空 早知道就不装了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出现了在他身后 接下来交给我吧 随后他缓缓走向前 面对犹如洪水般袭来的怪物 阿格诺斯公爵依然神情淡定 双手持剑 紧闭双目 不然眼睛一睁 紧身揮出一刀 便把眼前数百只怪物紧出消灯 刀刃上甚至不沾染一滴血 这般恐怖的力量 让剩余怪物的脑袋竖起许多问号 就连平日里最为亲近的戚风和巴贝尔都敢动 这就是一格兰特大陆的九大星辰之一 大师及骑士 阿格诺斯公爵的力量 这时比格看着全身发抖 巴贝尔 小孩就是小孩 就是在有天赋 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还是会被吓到吗 然后他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森德斯的身影 随后急急忙忙的跑到戚风身旁 说那个卑贱的家伙不见了 估计是为了自己能活命 逃跑了吧 骑士们听到比格的话后 议论纷纷 对啊 我也没见过他 他跟巴贝尔少爷岔开远了 亏他还是伟大公爵大人的血脉 这是阿格诺斯公爵愤怒的吼了 你在干什么 战斗还未结束呢 憎怒的声音 响彻整个战场 这个少年不久前还是低贱的私生子 任人欺负 而现在的他 一击就打倒了连B级骑士都束手无策的黑巨人 就在刚刚 阿格诺斯公爵展现出了何谓大师及骑士的力量后 众骑士斗志昂扬 巴贝尔更是第一个冲出去 约阿格诺斯家族拥有辉煌的荣耀 其他骑士见状也纷纷跟随其后 上前杀敌 此时的小怪根本不是骑士们的对手 眼看胜利在望的时候 突然咚的一声 四处逃窜的小怪被击飞 然后从森林中出现了数只黑巨人 黑巨人一声嘶吼 怪物们展开了反击 战斗形势又是一边倒 这时戚风赶到了一股奇怪的魔力奇遇 天空突然垫上了 是森德斯手持铁棍出现在天空 然后使用一击雷击 击中了黑巨人的头部 强大的雷击 黑巨人瞬间被秒杀 戚风和比格看着木凳口袋 阿格诺斯公爵则是嘴角微微上扬 可恶 这一波又被他撞到 戚风甚至不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连我都无法解决的黑巨人 竟然被他一击就解决掉 他不是才C级吗 这是比格指着森德斯大喊 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 你这是看好实际才现身的 真卑鄙 解决掉那只黑巨人的绝对不是 肯定是公爵大人打倒了 这时森德斯则是冷笑一声 我不想再被别人无视了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主角光环 反正就算我坚持不下去 那个怪物也会来救我 然后嚷嚷着让附近的骑士离开 我要开始装毙了 森德斯的武器缠绕着雷电 这是他与太古石布伦脱香结合的力量 但能否持续使用这股力量还是未知数 然后一跃而起 跳到了两只黑巨人的上方 随后手臂一回 一招雷锋直接命中两只黑巨人 两只黑巨人被无视到雷电击中 瞬间化为焦炭 还散发出阵阵香味 看到森德斯再次打倒黑巨人 以阁下的跪倒在地 其余骑士更是想不到同为C级骑士 实力怎么差这么多 而且还能使用有属性元素的魔力 此时只有阿格诺斯公爵察觉到了 森德斯使用了雷锋之后 已变得非常虚弱 这时在一旁的魔法师阿尔蒙对公爵说道 阿格诺斯公爵大人 森德斯少爷不亏是您的儿子 少爷可比三魔法师还强啊 还没到阿尔蒙说完 嗖的一声 阿格诺斯公爵便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 森德斯摇摇晃晃的已经快要站步 而他身后的黑巨人紧握拳头向他醒来 就在千军一发 阿格诺斯公爵及时赶到 一招消灭了黑巨人 化解了危机 被抱在怀里的森德斯 必是逐渐模糊 然后历劫晕阙过去 随后森德斯睁开眼后 发现自己漂浮在空中 犹如一道灵魂 而四周则是燃起雄雄灭 突然轰隆一声 从屋内走出了一个人 是巴贝尔 而且是伤痕累累 这难道是阿格诺斯公爵 加倍灭门的情景吗 难道是太古石布伦托的力量 让我做了预知梦吗 突然一道强大的锋刃击击巴贝尔 森德斯惊讶地发现 袭击巴贝尔的竟然是比格之女 艾娜 这时又又出现了一个人 等森德斯看清之后发现 竟然是格拉西亚贝尔 随后巴贝尔就惨死在他手里 然后突然一道耀眼的白光袭来 等森德斯再次睁开双眼后 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 在他还在回想着刚刚奇怪的梦时 察觉到阿格诺斯公爵竟然在他身旁 随后阿格诺斯公爵告诉他 等回到公爵府后 就立刻前往首都阿卡地 而你就按照之前所说的 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是一个没落家族费雷德子爵之子 森德斯自然是没问题 因为他最重要的是恢复力量 史诗吉强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从默默无闻的低贱私生子 一战成名 不仅得到了帅哥骑士的追随 还有漂亮妹子想与他私定终身 黑森林之战结束后 骑士们在开庆公宴 这是一名老者过来跟森德斯说 巴沙内夫人特地为少爷您设下了宴席 您的母亲已经过去了 现在就差您了 用森德斯母亲作为要挟 这下森德斯不想去也得去了 森德斯到了宴会厅 看到母亲没事 她也就暂时放心了 而一旁的戚风看到森德斯没有向巴沙内夫人行 上前对森德斯说要对公爵夫人遵守礼节 而森德斯则是凶狠地瞪了他一眼 这一个眼神让森丰感到森德斯不像是一个孩子该有 最后森德斯碍于母亲的面子 行了个礼 巴沙内则是假装不在意 这孩子我喜欢 就跟喜欢屏幕外看手机的大帅哥一样 随后拿起桌面上的铃铛摇了摇 然后几名下人端着菜上来 森德斯看着眼前这种情景 先是冷笑一声 这不是鸿门宴吗 这种宴席在我重生之前见过无数篇 饭菜里肯定早就下好了一样 然后森德斯先将计就计地坐了下来 就当母亲将要把肥美的牛排送入口中时 森德斯突然站起来对巴沙内说道 夫人对我们母子真是太关照 她自己那边都没什么食物 而我们这边却堆满了山珍海味 我更希望与夫人一起享用这些美食 巴沙内则是说自己在减肥就不用 森德斯看着脸色黑了一半的巴沙内 夫人不想吃 难不成食物里有毒 森德斯话音刚落 戚风再次对森德斯大喊 羞得对夫人无礼 而森德斯则是横眉怒目地看着戚风 真正无礼的是你吧 你以为你是谁 戚风无法相信只有C级的他 竟然能释放出如此恐怖的杀气 被拆穿阴谋的巴沙内 此时也没有继续演下去 戚风更是以森德斯泄毒皇族的罪名 想把森德斯就地处决 然后森德斯也召唤出了武器 就凭你也敢对我归剑 随后森德斯散发出的魔力 让戚风感到可怕 没想到他成长速度竟如此恐怖 一定要趁现在把他解决掉 不然后患无穷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突然出现 质问戚风想要干什么 戚风一时哑口无言 固知如何回答 一旁的巴沙内说我们只是闹着玩了 只是想招待他们吃顿饭了 阿格诺斯公爵自然是不相信他的鬼话 先是吩咐森德斯先带着自己的母亲回去 然后警告巴沙内以后 要是再敢对森德斯母祖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饶不了你 还有你们之间的黑黑事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森德斯回到房间没多久 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发现是凯恩 凯恩听说森德斯明天就要去守路 刻意过来请求森德斯能够带上他 愿能带奉森德斯为主君 此时森德斯心想 手下越多对完成他的计划就越有帮助 上一世如果有自己的事 凯撒尔就不敢轻易地动他 随后告诉凯恩 我要走的路不仅危险 可能还会被众人唾弃 这样你也想跟我吗 凯恩则表示 其实只会一心跟随主君 即便是一条血雨腥风的路 得到如此忠诚不暇 森德斯露出了满脸笑容 第二天早晨 阿格诺斯公爵询问森德斯 虽然你表面上是没落的贵族 但是只带一个骑士肯定不够吧 森德斯则是表示有凯恩一个就行 这时夏罗出现 先是对阿格诺斯公爵行个礼 然后再寒暄了几句 接着一路小跑来到了森德斯跟前 随后拿出了一个礼物给森德斯 告诉森德斯 这也是他们家族的幸福 这个少年英雄重名 不是为了得到漂亮妹子的喜欢 而是看上了流氓少爷身上的他 就在森德斯到达首都阿卡地后 然后安顿好母亲露西亚 告诉凯恩其实自己需要出去一趟 这里就交给你了 随后森德斯来到了阿卡地的中心 紧接着进去了一家酒馆 此时一个陌生男子出现在他身后 他惊讶地发现一个小孩子 竟然能够说出提供特殊服务的暗号 随后陌生男子带着森德斯 来到了一个地下室 这个地方也是能够为一些特殊的人提供情报 名为月之门的秘密机构 其情报等级分为三级到一级 而这名男子就是月之门阿卡地分部的负责人 林做完自我介绍后便询问森德斯需要打听些什么 而森德斯则表示要打听灵机情报 林想不到森德斯竟然连灵机情报都知道 想必此人肯定不简单 随后森德斯告诉他 想知道关于数十年前被灭门的奥比斯家族的传家之宝 调查清楚需要多久 林则表示奥比斯家族的宝物早就流入黑室 要集中调查的话 需要一周 紧接着森德斯还要灵提供关于格拉西亚的一切 你说是战神格拉西亚 关于他对于你们也很兴趣 距离森德斯和林见面已经过了两个多月 但林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露面 再这样下去皇室学院就要开选了 而且也会严重影响森德斯的计划 就在森德斯还在苦恼之时 林突然出现了 林刚想开口说话 但却是被眼神充满敌意的凯恩吸引 随后森德斯告诉凯恩 这是他的一个朋友 请放心 紧接着林店把森德斯委托的情报拿了出来 并交到了森德斯手 在他离开之前告诉森德斯 这个委托的费用就暂时免了 而森德斯则是知道林免费提供情报 肯定是想获得更大利益的时候 再向他提出要求 森德斯打开纸条后发现 奥比斯家族的传家宝在阿森特男爵手中 而阿森特男爵也是掌管 非是商品的商人 正当森德斯还在与凯恩讨论着 阿森特男爵的时候 列夫莱塔伯爵和他的女儿伊瑟琳出现 这是伊瑟琳扭扭捏捏的正准备 对森德斯说话时 突然走进来了两名男子 吩咐老板把闲杂人等赶出去 其中一名少年走到伊瑟琳身袍 然后打量了起来 没想到首都还有这么漂亮的小姐 随后想带伊瑟琳回去打斗地主 而这名少年的随从看到伊瑟琳默不作声 便呵斥他 见到了维拉斯侯爵的长子贝伦少母 还不快醒你 而维拉斯侯爵也是十二大家族中最具有影响力 这时列夫莱塔伯爵把伊瑟琳附在身后 并向贝伦道歉 但贝伦却却不接受道歉 要道歉就让伊瑟琳亲自道歉 而此时伊瑟琳已是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如何使 森德斯缓缓走上前 真可笑 维拉斯侯爵唯一的儿子竟然这么不懂事 想必他肯定很操心吧 一向嚣张跋扈的贝伦 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这样说他 而他的随从更是拔剑指向森德斯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竟敢拔剑 那你得为你的行为负责 随后这名骑士感受到森德斯强大的杀气候 怕得瑟瑟发抖 而一旁的贝伦则是指责他为何还不教训这个家伙 难道让我继续忍受他的侮辱吗 立刻让他跪在我面前 这时木科心想森德斯杀气就算在惊人 总归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 随后双手持剑 瞄着森德斯脖子砍去 而木科和贝伦没想揍森德斯竟然紧平单手就把攻击挡下来 随后右手凝聚好魔力 一拳击中木科的腹部 被击中的木科瞬间跪倒在地 动弹不得 这时森德斯看向了贝伦 森德斯自然是不把什么家族放在林里 然后一拳打在了贝伦的脸上 荒荡一声 贝伦晕倒在地 紧接着森德斯缓缓走到贝伦身边 把贝伦脖子上的项链给扯乱 然后拿走了他的家族戒指 并让木科告诉贝伦 想拿回家族戒指 就让他亲自取找他用 官二代被打了九九八十一拳 不仅没有报仇 还派人送礼道谢人家 原因是因为他爹 贝伦看着自己此时英俊的脸蛋 呼唤手下木科赶紧把那家伙带过来 我要扒了他的皮 木科则表示 我做不到啊 我打不过挂臂 什么 没用的东西 随后贝伦吩咐木科去去打听一下 他有什么背景 要把他家族所有人都处死 而木科认为这么做不妥 因为被别人知道了 我们被一个十岁的小孩打伤 传出去会有损为拉斯家族的威胁 也会被世人耻笑 木科看着不管家族名誉 还要一意孤行的贝伦 随后大声呵斥道 家族的名誉比什么都重要 甚至是生命 而且您的家族戒指还在他手中 这时贝伦在衣服里一顿翻着 果然家族戒指不见了 随后木科建议 想要回家族戒指 我们可以先派一个代理人去打探一下 贝伦此时也只好答应 与此同时 森德斯对于贝伦的动向竟在掌握之中 告诉凯恩 贝伦肯定想要回戒指 但他会派一个代理人过来 而那个人就是贝伦的魁 掌管阿塔蒂黑市的巨伤 阿森特难觉 凯恩想不到森德斯教训贝伦竟不是意识冲动 而是他的计划 想到森德斯竟有如此谋略 凯恩的手不尽地颤抖 这时森德斯和凯恩发现有人过来 是依瑟琳过来道谢 森德斯看着说话温柔且又害羞的依瑟 想不到他日后会成为无情的杀人狂 随后森德斯告诉依瑟琳 真想感谢我的话 以后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吧 依瑟琳则表示 不管什么要求都会答应 依瑟琳离开后 森德斯转头看向窗外 监视着森德斯 而这个就是灵 灵想不到连大师及骑士都无法察觉的隐身术 竟然被一个小孩发现了 有如此实力的人 那之前提供的情报肯定不假 而这是一个光头男站在餐厅门外 此人正是阿森特男爵 阿森特男爵看到森德斯然后恭敬的行动 然后说是贝伦少爷派他来 希望森德斯能够把戒指还回来 森德斯则是边玩弄着戒指边说道 我说过是让贝伦亲自来 他要是再不来我就把戒指给了 可是贝伦少爷此时需要进了 看向阿森特男爵手中的戒指 我可以把戒指还回去 但你要贝伦的骑士木科过来去 至于你手上戴的戒指吗 好像挺漂亮的 拿来孝敬我吧 这个少年带着记忆重生回到过去 知道了历史所有事件的他 不仅把宝物收入囊中 还结交了将来会成为大人物的人 此时森德斯手中的戒指 就是他之前委托林所打听的传家宝 奥比斯家族的戒指 凯恩一脸疑惑地问 这戒指很珍贵吗 而森德斯告诉凯恩 这戒指蕴含着非常强大的能量 随后嘴里嚷嚷着说了几句话 突然轰隆一声 戒指散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凯恩没想到森德斯 竟然还懂得只有高级魔法石才会的语言 难道他真的是魔剑师 紧接着戒指缓缓地回到森德斯手中 然后凯恩询问 这戒指竟然还刻着入尼文 到底有什么力量 森德斯则告诉凯恩 这枚戒指可以在使用者遇到危险时 自动生成七级防护罩 至于还有没有其他作用就不知道 而这枚戒指还是特意为女生制作的 所以我要把它送给我母亲 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然后森德斯再告诉凯恩 希望他能够去阿格诺斯公爵身边 不仅可以保护他母亲 还可以向阿格诺斯公爵学习剑术 因为他将来遇到的敌人 以凯恩目前的实力是没办法支援他 而凯恩则是担心森德斯身边没有骑士随从的话 会被别人看不起 而且贝伦会跟森德斯一起进入皇室学院 到时候他肯定会找森德斯麻烦 森德斯则是让凯恩放心 他自有办法看着如此认真的森德斯 凯恩也只好答应了 此时画面来到了凌队 只见凌在启动一个魔法阵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蒙面人 凌告诉蒙面人 要特别注意森德斯 这人深不可责 而蒙面人则表示对森德斯的事也有所了解 而且七大魔法师中的某人正在找他 原因是怀疑森德斯拿走了太古时 最后蒙面人吩咐凌 继续监视森德斯便随着魔法阵消失了 这个迷眼少年说见是武器之手 除了见其他武器都是垃圾 其他同学甚至是老师也都觉得见是理所当然的最强 而唯独他就在森德斯进入皇室学院的第一天 其他新生身边都带一名庸人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贵族 很快森德斯就找到了自己的宿舍 而和他同宿舍的其中一人 竟然是天才伊卡鲁斯 在他重生前 伊卡鲁斯可是名震天下的天才谋略家 是平定帝国内乱的英雄之一 此时森德斯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 决定拉拢伊卢卡斯为自己所用 但因为伊卢卡斯和阿加雷斯身份低微 经常受到其他贵族的欺负 此时以阿玛鲁为首的几个人拦住了他们的去了 只因伊卢卡斯和阿加雷斯 没有给他的视频点赞加狗头保命 所以他们二人就会暴走一个 森德斯看着阿玛鲁仗着自己的家族背景 竟然把人当畜生对待 当他正打算教训阿玛鲁他们时 四皇子凯撒尔本布里登出现在他身后 其他众人纷纷下跪行李 唯独森德斯不打理他 换面来到课堂上 老师在讲述着剑士兵器之王 大多有名的骑士都以剑为主武器 就像阿巴伦帝国大师级的皇帝陛下 和九大星辰之一的阿格诺斯公爵大人 都是以剑为主武器 这时老师向同学提问 知道为何剑是兵器之王 阿玛鲁手机眼快第一个发言 因为除了剑 其他武器都很垃圾 特别是枪 只有作为战争消耗品的士兵才会 前世有着史诗级枪骑士称号的森德斯 听到这话显然不开心 随后对着阿玛鲁说道 真可笑 表示剑他是最垃圾的 特别是斯坦家族的长剑 还没牙签好使 森德斯这话一出 引起了其他同学的议论纷纷 竟敢跟阿玛鲁作对 难道他是有什么显赫背景 而阿玛鲁则是觉得自己权威受到了挺战 而且还侮辱使用长剑的斯坦家族 随后阿玛鲁向老师要求 要与森德斯一对一 以来证明剑才是最强的 斯坦家族可不是老师能惹的 只能勉强答应 而森德斯则是冷笑一声 没想到一个小屁孩竟敢挑战主角光环 森德斯与阿玛鲁对决的事 很快就传开了 所有人都等着森德斯被打怕 看森德斯用的竟然是枪 更是哈哈大笑 然后随着老师一声开始 现场瞬间响起了高昂的呼喊 阿玛鲁迅速摆出应战动作 可接下来的荧幕让他气得咬牙切齿 他发现森德斯竟然紧闭双眼 随后阿玛鲁手持木剑俯身冲向森德斯 森德斯先是眼睛一睁 然后阿玛鲁的木剑瞬间变成鼻子 白色能量粉碎木剑后直中阿玛鲁胸口 随后阿玛鲁生倒地 现场的所有人都想不到阿玛鲁竟然被免杀 这迷迷眼说见是兵器之王 男主直接给他蹦了 就在森德斯打倒阿玛鲁后 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 告诉森德斯如果你没有强大的背景 建议他还是退学吧 因为接下来学院的某个社团会把你折磨至死 而阿玛鲁就是社团里的一员 不过以你的实力 我可以推荐你去认知皇家骑士团 森德斯则是让老师放心 他肯定会离开 因为在这他也学不到什么 但他要把这里的问解决了在此 森德斯想走之前先瓦解了这个所谓的皇室社团 但对社团又一无所知 这时森德斯发现身后有 回头一看是阿玛鲁 森德斯本以为他是来找麻烦的 谁知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懵了 只见阿玛鲁来了一个90度的鞠躬 教练我想学篮球 不对 是想跟你学技术 森德斯没想到他居然放下自尊心来向他讨教 玛鲁想要学森德斯那种出招极快的方法 森德斯觉得阿玛鲁竟然会找失败中找原因 现在又不只笑问 将来肯定会有所成就 但在前世可没听说过阿玛鲁的存在 随后森德斯表示可以教他 但必须要给他提供情报 关于皇室学院里社团的情报 在森德斯得到阿拉夏社团的情报后 本以为只是个小孩子国家家的社团 原来是贵族之间互相结交 方便日后行使权利 没有背景的下层贵族大多都会巴结他们 如果有和他们作对的就毫无顾忌的击亏他们 难怪连老师们都要看他们眼色 这时森德斯想到如果能瓦解了阿拉夏社团后 就可以轻松拉拢伊鲁卡斯了 抢走了伊鲁卡斯这张牌 凯撒尔会怎样呢 真是期待啊 这时伊鲁卡斯过来劝森德斯 还是向阿玛鲁家族道歉认错吧 不然你侮辱了他们家族的常见 必定会找你麻烦的 而且学院里的阿拉夏社团也会四季接近你 森德斯则是让伊鲁卡斯放心 他自由办法应付 那就是向他们展示压倒性的力量 让所有人都幸福就好了 随后森德斯想跟伊鲁卡斯打斗 如果能够解决掉这些事 就要答应他一个要求 然后森德斯一把抓住伊鲁卡斯的肩膀 我想要你 话音刚落 伊鲁卡斯瞬间红了脸 然后伊鲁卡斯表示 如果森德斯能做到 他是可以考虑的 随后羞答答的离开了 森德斯则是满脸星星 我跟伊鲁卡斯的关系是不是更进一步了 伊鲁卡斯刚走 阿加雷斯又来相劝 让森德斯赶紧跑路 不然就会像他哥哥一样 会被折磨成残废 而且社团的带头人是十二大家族的贝伦 原来是贝伦带头 那就好办事了 与此同时 在阿巴伦皇宫 一名骑士在向皇帝陛下报告 森德斯在皇室学院一招就把阿玛鲁打倒了 皇帝听后则是哈哈大笑 毕竟身为帝国骄傲的巴贝尔都不是他的对手 皇室里的人又总是他的对手 随后皇帝吩咐骑士 不管如何都要森德斯进入皇室骑士团 他既然拒绝了四皇子凯撒尔的推荐申请 那现在只能由我写推荐信了 而皇帝陛下亲自写推荐信可是前所未有 森德斯被校长传唤 以为又是因为那件事 来到校长办公室后 发现是皇帝陛下派人来给他传话 而此人是隶属于皇室情报机关的黑风 这个情报机关是一个精英集团 森德斯上一世的好友暗杀王就隶属于这个集团 黑风告诉森德斯陛下想让他赶紧入制皇室骑士团 就算你拒绝 皇帝陛下还是会以不正当的方法让你入制 森德斯想不到皇帝陛下还是个会演英雄的人 这样他可没办法拒绝 与此同时在阿拉夏社团专用时 布罗利家族的内塔莎 克伦贝尔家族的格霍哥和斯维拉家族的贝伦 正太讨论着如何处置森德斯 而内塔莎和格霍哥根本不相信阿玛鲁会被森德斯一招打本 如果是真的话 卷发妹子会把评论区打狗头的哥们列入丈夫拟单 这时贝伦说让他们不要小看森德斯 那塔莎二人没想到一项嚣张跋扈的贝伦 竟然会在意一个家族没落的少年 其中原由贝伦自然是不会告诉他们 最后他们决定以伊鲁卡斯和阿加雷斯作为原质 引森德斯出来 要让他知道惹我贝伦是个怎样的下场 可怜的伊鲁卡斯和阿加雷斯又沦为工具人 格霍哥对阿加雷斯说道 上一次教训你是因为你哥 这次是因为你朋友 只要把你们抓起来 那家伙自然会来触头 就像你那个没用的哥哥一样 阿加雷斯想到哥哥以前就是被他们折磨制裁 心中的愤怒喷涌而出 不想再做缩头乌龟 但以他的实力瞬间就被坐爬 这时贝伦一脸邪恶的说道 如果森德斯感动我们 你们二人的家族会有什么下场 就不用我说了吧 而伊鲁卡斯则是看不惯他们这些人的嘴脸 然后对着他们一顿输出 贝伦没想到一借见名竟然敢顶嘴 最后对着伊鲁卡斯一顿拧踹 手段极其才人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森德斯出现了 贝伦 想不到你还敢做出这样的事 我会让你后悔的 男主身份曝光 众人吓得脸都黑了 就在刚刚 贝伦等人以伊卡鲁斯他们作为人质 想让森德斯就范 此时森德斯缓缓走向贝伦 而贝伦则是以伊鲁卡斯来要挟森德斯 不要轻举妄动 再往前走一步 我就毁了他的家族 还可以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你身上 一旁的格霍哥得意的说道 就凭你也敢跟我们十二大家族的人作对 就算你是公爵家族的子女 也不足以对抗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足足有三人 是来自十二大家族的 除非你是阿格诺斯公爵家族 或者克雷布林家族的人 在这 身份地位就能决定一切 这时贝伦让森德斯睁大眼睛看看 你之前抢走的环戒 真正的使用方法 而这种戒指是作为大家族的继承人才能拥有 随后贝伦向戒指注入了魔力 这红红的一声 贝伦瞬间穿上了盔甲 而胸口的花纹就代表着他维拉斯家族 贝伦持剑指向森德斯 现在的我可是比木科还强大 这就是大家族的力量 那塔莎和格霍哥以为森德斯下的洞都不敢动 忽然森德斯又缓缓向前走 随后伸出紧握拳头的右手 既然家族的力量可以左右一切 那让你们看看我的家族在这里是什么地位 随后又是砰的一声 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 亮下了众人的太合金狗影 贝伦更是吓得直发抖 大喊不敢 为什么你的盔甲上会有哪种花纹 那是阿格诺斯公爵家族的象征 骑士之木花纹 其他人听到阿格诺斯公爵 更是吓得得脸都黑了 而森德斯又继续向贝伦走去 怎么了刚刚不是狠吗 这时奈塔莎正想解释这事误 而森德斯则是突然暴谋 闭嘴 我没有问你 你们仗着自己家族的身体 非践踏别人的身体 还想让我原谅你 随后森德斯让在场的无关人等离开 否则一个都不放过 这话一出 形势瞬间一边倒 吃瓜群众则是以各种借口离开 而贝伦还想依着家族的力量去威胁他们 森德斯则是让他先关心关心自己吧 随后开始凝聚魔力 使用剑身 轰的一声 来了一个拳雷打 被激动的贝伦猛中了 环界的力量随之消失 那塔莎格霍哥只能眼睁睁地看 本以为接下来会轮到他们 但森德斯则是让他们把贝伦带给 姑且放他们一马 随后森德斯询问伊鲁卡斯上的怎样 并向他们二人道歉 害他们经理这种事 这时伊鲁卡斯发现森德斯一直看着自己 眼睛都不眨一下 询问为何这样看着人家 而森德斯则是说 因为你的眼睛很好看 伊鲁卡斯你脸红个泡泡茶壶 这个男人想装逼 但是没有观众 于是便把这个胖子绑在木桩上 在广阔的伊格兰特大陆正中央 有一座被三个超级大国围绕着的白色象牙塔 此塔名为摩塔 是魔法师引以为傲的地方 此时在塔内会议时 因为太古时的现实 七大魔法师中的其中四人聚在此处 分别为摩塔主 伊鲁 大帝之座马克思 暴风之座赛塔 冰封之座爱丽莎 如今不仅是火属性的马格马被人拿走了 就连雷属性的布伦托也被人拿走了 而且据说布伦托出现之处 还发现了魔剑师 看中人的反应就知道魔剑师的恐怖 紧接着大帝之座马克思轻声说道 而且那个人好像才九岁 什么 九岁的魔剑师 这时摩塔主告诉其他人 雷电之座已经前去阿巴伦帝国调查布伦托的下落 然后吩咐马克思去留意一下 拿走马格马的人 与此同时 在黑魔森林 只见雷电的中央有着一个人 而绑在木桩上的是紫绝比格 随后斗鹏南让比格好好看看他的雷电之力 而在斗鹏南的前方 一大群的黑巨人正向他袭来 斗鹏南则是吟唱着魔法咒语 无数道蓝白色变成大群 数十个黑巨人无疑性 变得外交里面 刚刚好6.6分子 一旁的比格 此时话都不敢说 斗鹏南询问比格 他和森德斯的雷电之力 到底谁更强 然后撕开嘴上的绷带 然而比格则是没有回答问题 而是以帝国贵族的身份来恐吓他 而这名男子根本不美 我要是怕去去一个帝国 就不会来这里了 赶紧回答我 比格为了活命 自然是会说比森德斯更厉害 随后比格知道了 斗鹏南想要对付森德斯 便说出来森德斯所在地 表示可以一起联手 而且我还知道你是谁 眼下有闪电花纹的六级魔法师 就只有七大魔法师之一的 雷电之作 杰克 杰克没想到区区一个子爵竟然认识他 但杰克可不想泄露身体 随后便开始召唤民兵 要杀人灭口 而比格则又是拿贵族身份恐吓杰克 杀了他阿格诺斯公爵是不会放过你 数十道雷电随之而来 比格发出了最后的惨叫声 谁会在乎你这种家伙呢 这两个人为了争论雷和电谁更强 然后就大战了二人 就在刚刚 躺在草地的森德斯 想起身去滋润一下旁边的野草 这时突然有人出现在他身后 是七大魔法师之一的杰克 杰克一开始就自报家门 要求森德斯把太古石还回来 森德斯思索一番后 决定先带这位大魔法师去洗个酒 然后再慢慢说太古石的下门 杰克觉得这小孩还真懂事 随后便让他带路 当他们走了3.1415926公里之后 杰克不耐烦地问 洗脚垫在哪了 而森德斯则是摆好了战斗动作 你还信以为真了 随后也不跟他啰嗦 紧握拳头俯身冲过去 就是一场欧罗暴破绳 可惜杰克也不是吃素的 轻松瓦解了森德斯的攻击 然后杰克放低重心 使用了一个过肩摔 这时森德斯大喊一声 洛奇亚 最后缠绕着电流的洛奇亚凭空出血 并且击中了杰克的腰部 杰克则是化为一道 雷避开了致命一击 此时杰克气得咬牙切齿 差一点腰子就被嘎了 那把枪难道是古代魔器 森德斯自然是不会告诉他 经过了几招试探 双方都基本了解了对方的实力 这时杰克开始发力 只见他速度之快 一瞬间便绕到了森德斯背后 打出一招光之刃 而森德斯则是用洛奇亚挡住了这一招 没想到杰克能轻松施展四季魔法 真不好对付 随后二人又是一番搏斗 森德斯面对持续不断的魔法攻击 表现得有点吃力 但前世身经百战的他 自然还是能抓住反击的时机 森德斯身体半蹲 随后使出魔枪术第一式 闪雷 但杰克速度极快 又轻易地躲开了 紧接着二人又是连过几招 这时杰克又开始发力 在空中不断地使用雷电触击 而森德斯被逼得只能四处逃犯 这时杰克又绕到森德斯前方袭来 在千军一发之际 双方同时出招 森德斯的闪雷和杰克的光之刃碰撞在一起 轰隆一声 森德斯被震退数十米之远 战斗到现在 森德斯一直处于下风 杰克也没想到森德斯竟然能硬抗他一招 随后杰克又召唤出了无数个闪电球 被闪电球包围的森德斯感觉不能 然后快速推动着长枪 使用魔枪术第二式狂风 巨大的龙卷风与闪电球 杰克不由觉地惊叹 森德斯竟然连他这一招也能接住 而森德斯这一遍虽然使用出了狂风 但还是被爆炸的余波给伤到 还伤得不轻 下一集我们一起看男主如何逆风翻牌 枪与魔法的碰撞到底是更逢 就在森德斯使用狂风来防御闪电球的攻击后 爆炸的余波还是让他遍体鳞伤 当他回过神时 发现刚刚的闪电球依然存在 丝毫没有减少 这时森德斯表情多了几分绝望 而杰克则表示他的这一招闪电球 只要目标还在 就永远不会消失 随后他举起右手准备使出最后的杀手锦 以右手上的能量球为核心 慢慢的能聚力量 紧接着杰克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看到森德斯绝望的表情 杰克不禁的哈哈哈哈大响 然后右手一挥 巨大的火球向森德斯吸引 就在森德斯将要放弃之时 突然洛奇亚有动静 随后森德斯发现除了自己以外 周围的时间都变慢了 是洛奇亚的力量暂时缓慢了周围的时间 洛奇亚告诉他 亏你还是最强强骑士 这就要放弃了吗 你忘了你上一世是怎么战胜绝境的吗 几句话下来 森德斯恍然大悟 然后重拾信心 摆出一个标枪的动作 魔枪术第三阶段 修罗之路 森德斯周围凝聚出数十把雷电长枪 随风的一声 使用全部力量投出洛奇亚 洛奇亚勒 击穿了杰克的能量火球 然后直奔杰克而去 此时的杰克一脸惊慌 但还是化身为雷电顺意躲开 而能量火球的残余能量 此时也引起爆炸 毫过一劫的杰克 顺利到了树林里 还没回过神 手持长枪洛奇亚的森德斯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最终森德斯成功的命中杰克 长枪贯穿了杰克的身体 你这个人开挂 随后巨大的能量 想出为爆发 等烟雾散去 森德斯已是气喘吁吁 而杰克用最后的力气 对评论区的各位说 帮忙举报他开挂 紧接着就断气身亡 死不明用 放松后的森德斯 感到身体全身巨大 颤颤巍巍的 突然 杰克身体的能量开始爆炸 而此时的森德斯 已是无力在逃走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洛奇亚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洛奇亚告诉森德斯 赶紧使用魔力练功法 使用太古斯把能量吸收掉 随后森德斯就是乱了 吸收完后 森德斯发现自己的手变大 洛奇亚告诉他 这是太古斯不轮廓成长力 是为了打造最强的身体 男主为学校解决了难题 竟然反被开除 谁知他竟然有皇帝撑腰 此时在学院办公室 老师们在讨论如何处分森德斯 这个小吉吉认为 森德斯属于不正当入学 必须责令退学 而森德斯的老师则是极力反对 森德斯解决了 连我们都无可奈何的阿拉夏社团 他阻止了他们的恶行 还瓦解了这个社团 明明值得赞赏才对 而其他人则是依附着 十二大家族的事 沉默不言 就在他们还喋喋不休的争吵时 小吉吉惊恐地发现门外来的两个人 是阿格诺斯公爵和一个白色衣服变态伯爵 看阿格诺斯公爵的到来 校长脸色大变 而白色衣服的变态伯爵是斯坦家族的家主 他表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不正当入学肯定是不对的 随后用变态的眼神看着小吉吉 小吉吉被看着马上变成黑脸 阿格诺斯公爵询问小吉吉 你想怎么处罚我们的 什么处罚 没有这事 随后名为塞希尔的老师询问 公爵大人 你来这里是想用您的权利来掩盖不正当入学的事吗 这是校长呵斥塞希尔说话注意 但阿格诺斯公爵则是不在意 我本来就是为此事而来 但不是要掩盖不正当入学 而是认同你们重罚森德斯 甚至是退学也可以 毕竟我儿子已经收到陛下的推荐信 可以提前毕业 众人大惊 没想到刚入学不久 森德斯能破格毕业 与此同时 森德斯打倒了雷电之作杰克后 长枪洛奇亚告诉他 布伦托具有成长之力 你身体的变化 就是因为吸收了杰克的能量 而在五年后 你便拥有最强的肉体 我身上的这个宝石 就是布伦托的结晶体 现在的你已经解除了诅咒 不会再有生命危险 森德斯没想到 魔力和胜利冲突产生的诅咒 竟然被他解除 然后质问洛奇亚你到底是什么 因为任何一种强大的力量 都会伴随着风险 你不老实交代的话 以后都不用你了 而此时洛奇亚还傲娇地说 我就是比世界上任何存在都伟大 了不起的洛奇亚 森德斯思考一番后 转身离开 还是直接扔了吧 洛奇亚则是尴尬的喊他 我们的契约已经完成了 你是逃不掉了 森德斯转头疑惑许论 我们有契约吗 而洛奇亚告诉他 从你回到过去的那一刻 我们的契约就已经成立了 阿格诺斯公爵和变态伯爵 从皇室学院出来之后 他们谈论到了最近大陆上发生的大事件 斯瓦罗伍帝国 趁着斯兰公国的国王去世 把他们引以为傲的大师阿茨玛和二十万大军派往斯兰 而斯罗瓦帝国之所以出兵 是一位原本的附属国斯兰公国宣称独立 斯瓦罗伍帝国的自然是不认同 大师级骑士阿茨玛更是请求第一个出战 就凭区区一个斯兰公国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是很意外 斯兰公国以五万的兵力大败斯罗瓦帝国二十万大军 甚至是有着大师级实力的阿茨玛也受了重伤 其原因就是有那个人在 就是得到太古时的烈焰骑士乌拉维斯 斯兰公国唯一一个大师级骑士 与此同时 森德斯想召唤出洛奇亚问清楚他们之间的契约 而不管他怎么呼唤 洛奇亚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该死的洛奇亚 说完自己要说的话就睡着了 对于魔神器洛奇亚 根据森德斯了解 他是魔神的污具 魔神是历任魔王中的最强者 被称作魔族之神 甚至是超越了巨龙罗德的存在 此时的森德斯终于明白自己为何能重生回到过去 因为这是神的力量 紧接着森德斯发现伊鲁卡斯他们正向自己跑 难道是被我该死的魅力吸引 而伊鲁卡斯则表示 你这个死鬼跑哪去了 我们可是找你找的好苦呀 学校因为你的事都闹翻天了 大家也是因为这件事才聚集起 森德斯表示自己听得糊里糊涂 根本不懂你们说什么 随后阿加雷斯告诉他 我们打算一起为你写下请愿书 坚决反对学校惩罚 要处罚的是阿拉夏的一百多个成员 我们这里所有人聚集起来 他们根本无法与我们抗讨 森德斯没想到他们竟是为了自己而聚集的 突然感到了一丝欣慰 这时阿加雷把脸贴过去询问森德斯 你不会是感动的要哭了吧 伊鲁卡斯更是直接上手抚摸森德斯的脸 偶尔哭一次也没关系 我会帮你抹去泪水 好家伙你俩怎么发展成这样 喂喂喂 森德斯你不要脸红呀 与此同时 小吉吉依然想对森德斯做出主意 即便他已经得到陛下的推荐信 因为已经有一百多个学生提交了抗议书 就在小吉吉还在像蚊子一样嗡嗡叫时 忽然门外有人大喊 学生们都涌进来抗议 赶紧出来看看 这时小吉吉一脸得意 看看吧连学生们都聚集抗议了 这样我们处罚森德斯就显得更正义 而这名老师告诉小吉吉 他们不是为了处罚森德斯 而是为了惩罚阿拉夏社团而起来抗议 森德斯的父亲 阿格诺斯公爵帅气就长 就在刚刚 阿加雷斯和伊鲁卡斯等人在学院抗议 反对处罚森德斯 要求解散阿拉夏社团 而在学院里的麦塔莎 想不到这些低贱的人竟敢反抗阿拉夏 格霍哥更是要求老师们赶快解决 而小吉吉表示不要担心 很快就让他们老实下来 这时卡恩教授和森德斯缓缓走来 卡恩教授告诉小吉吉 阿拉夏社团必须解散 而你也要为自己的行为父子 小吉吉突然暴怒 我负什么责 你有什么权利解散阿拉夏 卡恩教授也是丝毫不客气 阿拉夏曾经毁掉了一个学生的钱 被毁的那个人就是阿加雷斯的哥哥 而我就是那次事件的政人 我还知道主谋是谁 因为当时他们还主动寻求我帮忙 这时森德斯也上前说道 小吉吉你现在还要躺过这些垃圾吗 放心我会如你所愿 接受不正当入学的储子 但我离开之前 必须亲手清理掉这里的垃圾 此时一旁的格霍哥不屑地说道 听说你只是一个术女 要是被皇室学院赶死 你才是被家族里的人当垃圾看待吧 我想相信阿德诺斯公爵 也不想让你继续抹黑他的家族 森德斯则表示 这件事与阿德诺斯家族没有任何关系 我要亲自问责与这件事有关的人 布罗利家族的奈塔沙 克伦贝尔家族的格霍哥 维拉斯家族的贝勒 我要让你们知道 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森德斯释放出来的杀气 让格霍哥全身发抖 你敢动手的话 你觉得我的家族会放过你吗 这时小吉吉也看不亮 想让院长阻止森德斯 而院长则表示赞同卡恩教授的做法 虽然现在已经晚了 但现在是要纠正错误 小吉吉则是告诉院长 这样做你别说做不了宰相 甚至你的院长之位都会没有 而院长则是反问小吉吉 意味着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一旁的格霍哥突然大喊 意味就是非常重要 就像眼前的森德斯 尽管天赋比巴贝尔好 但一个数字绝对不可能成为继承人 阿格诺斯公爵也不会为了他与我们接触 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继承人我想换随时都可以换 原来是阿格诺斯公爵和变态伯爵再次回到学院 阿格诺斯公爵表示 只要有实力谁都可以往上爬 这就是阿格诺斯家族的铁律 想要保证自己的地位就要用实力去证明 而孩子的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这也是皇室的规矩 你们也不想与阿格诺斯家族结仇吧 此时变态伯爵也上前对格霍哥说道 你们还是不要再做给自己家族抹黑的事 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 我相信你们会懂的 那塔莎和格霍哥感受到来变态的气息 瞬间黑了脸 这时阿格诺斯公爵让森德斯随他走 森德斯马上回应说好 被护独自的感觉真好 与此同时 在斯罗瓦帝国 皇帝得知阿茨马公爵受伤 想亲自去慰问 但却有人反对 埃尔伯特公爵表示 这种人不值得陛下去慰问 而且这次战争的失败权 是因阿茨马鲁莽与敌将决一胜负 才导致了在我方兵力优势的情况下还战败 要严惩阿茨马才对 这是一名士兵慌慌张张的跑来报告 斯兰公国向大陆公布了下一任公王了 而第十七任公王就是 和前任公王女儿结婚的烈焰骑士 乌拉维斯 他是帝国最高贵的公爵之子 而他父亲却想让他自立门湖 其原因竟然是公爵头上长草了 此时阿格诺斯公爵询问森德斯 是否想遵循陛下之令 进入皇室骑士团 而森德斯表示 我只是一个毫无权力的帝国臣民 既然不能继承家族 只能任职皇家骑士 阿格诺斯公爵听后并不做出反驳 随后吩咐森德斯既然你一选择 那务必照顾好身体 就在阿格诺斯公爵想离开时 变态伯爵表示 你们聊完了 但我还话没跟你儿子说呢 随后变态伯爵气势汹汹的看着森德斯 听说你觉得长剑很垃圾是吗 森德斯则是告诉他 我并不觉得长剑是垃圾 只是我认为任何武器都不可超越长枪 森德斯这一番话让变态伯爵感到一弯 紧接着爆发出强烈的红色杀气 你竟然在我面前胡说八道 真是胆大包天 森德斯没想到这变态伯爵 竟然也有着大势级别的事 可这种程度的杀气 如今的森德斯已经可以硬的 这时变态伯爵感到不对劲 自己释放出来的杀气竟被对方压回来 变态伯爵感受到了森德斯的气场后 全身都在颤抖 而他之所以颤抖 并不是害怕 而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 想到森德斯日后到达巅峰后 会成为多么甜蜜的果实呢 摘下这个果实又会有怎样的快感 哎呀呀呀 真想现在就搞倒他 不行我现在得忍住 日后才能更美味 这时阿德诺斯公爵打断了变态伯爵的自海 而变态伯爵回过神后才想他的老子还在这 随后阿德诺斯公爵告诉森德斯加入皇室骑士团后 必须要进入第三大队 说完阿德诺斯公爵便和变态伯爵离开 与此同时 巴贝尔母亲因担心巴贝尔的安危 发起了高烧 而一旁的戚风则是兴奋不已 随后他决定前去守护保护巴贝尔 也是为了提前实行我们的进度 不然我迟早死在阿德诺斯公爵手上 紧接着他握起巴萨妹的手 让他不要担心 这这这 阿德诺斯公爵你头上长草了 此时在阿德诺斯公爵私宅 森德斯回想起变态国爵 竟然是如此变态的一个人 真让人毛补锁 而阿德诺斯公爵 让他至少进入第三大队的一次 就是想让森德斯得到爵位的机会 得到了爵位后 就能脱离阿德诺斯家族 去建立自己的新家族 就在这时 森德斯感到屋里有供给 直接把手中的木棍向屋里飞出去 随后森德斯发现 竟然是灵 而灵因刚刚的那一下 他的腰差点被打了 这个男人很变态 喜欢十来岁的小正态 灵因为森德斯的那一下小飞棍 差点腰子不保 灵此次前来是要告诉森德斯 他的组织如今人手不足 他要离开首都一段时间 暂时无法再为森德斯打探情报 森德斯则是觉得正好 因为他也要受命进入皇室骑士团 到时候恐怕也没时间 帮他寻找红色硬币 所以约定延期对双方都好 然后灵在离开之前 要告诉森德斯最后一条情报 有谍报称战神格拉西亚 和阿巴伦帝国皇室有某种关系 而有关系的那个人 正是皇帝马尔库斯 森德斯没想到与格拉斯亚 有特殊关系的竟然不是凯撒尔 而是马尔库斯 果然马尔库斯要准备干涉 斯罗瓦五帝国的内政 想赶走斯罗瓦帝国的现任皇帝 让格拉斯亚坐上皇帝之位 第二天森德斯本想去学院办理 退学手续 却遇见了伊鲁卡斯 而伊鲁卡斯想作为森德斯的随从 跟随森德斯一起进入皇家骑士团 森德斯反问伊鲁卡斯 你这是认真的吗 虽然你地位不高 但毕竟还是贵族 怎能以侍从自居呢 看到伊鲁卡斯肯定的回答和认真的表情 森德斯在囊囊自语的说道 看着你慢慢变大却是挺有趣 而一旁的伊鲁卡斯听到这番话突然又红了脸 最后森德斯告诉伊鲁卡斯 可以跟随我 但不是现在 因为现在的你在学院还是可以学到知识 等你毕业之后 你再来找我吧 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人仅仅是一个侍从 而是能与我一同创造未来的人 与此同时 在斯罗瓦帝国边境 变态伯爵受陛下之命执行任务 此时他面对着一群重步兵 依然能保持优雅的动作 随后他开启了变态模式 以极快的速度在士兵之间游走 然后士兵一个接一个的被他杀死 士兵们看此情形也展开了防御队形 开启了魔力盾牌 变态伯爵没想到这个阵型竟然能抵挡他的剑技 就在他打算认真起来的时候 不然上空出现了一个人意 是一个手持大剑的老者从天而降 随后仅仅是用剑气 便把手持魔力盾的所有士兵解决掉 此人正是阿巴伦帝国第五代公爵 大师级骑士凯舒哈尔特 看到凯舒哈尔特的到来 变态伯爵觉得此次的任务就更简单了 赶紧完成任务 然后回去调教一下森德斯 森德斯快快长大吧 他曾是史上最强强骑士 如今带着记忆重生回到过去 此时森德斯奉命加入皇室骑士 而加入皇室骑士需要进行贝切尔格斗 门口的守卫士兵知道森德斯想要申请贝尔格斗 忍不住大笑起来 在他们眼里森德斯就是一个小孩子 让他赶紧回家找妈妈 森德斯面对士兵的轻视并没有发怒 而是让士兵去禀报陛下 送陛下之命 我森德斯来了 而贝切尔格斗 是阿巴伦帝国普通人进入皇室骑士团的特殊手段之一 打败了骑士团的成员便能代替该成员 进入皇室骑士团 若是进入第三制第一大队 还可以获得贵族爵位 所以皇室骑士为了保住自身位置 从不会得挑战者活路 而森德斯的目的并不是骑士职位 而是进入第一大队排名前十 这样就有资格进入密扩拿到想要的东西 此时森德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花华宫 看来是按照上一世的记忆走上了这条熟悉的路 森德斯本想去确认一下 那个人现在是否关在此处 但他思考一番后 还是觉得优先完成该做的事 而森德斯刚想离开却又停了下来 只因听到了那熟悉的声音 果然那个人现在就已经被关在这里 而呼唤森德斯的那个人就是塞尔西林本部里当 在上一世 森德斯刚入宫的时候 他不仅没有嫌弃森德斯的出身 还对他非常好 而森德斯对他的感情 既不是爱情也不是思念 只是感激 这时森德斯面对塞尔西林的不断追问自己的名字 森德斯犹豫片刻后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 在皇室的某一处 格兰特在弃动魔法龙俊球 与摩塔主联系 而格兰特在摩塔主口中得知 七大魔法师之一的杰克竟被人杀害了 那可是大师级的魔法师 摩塔主此次找他的目的 就是想让格兰特接替杰克 成为下一任雷电制作 但结果被格兰特拒绝了 他一心只想辅助四皇子凯撒尔 虽然格兰特没有接受摩塔主的建议 但他接受了帮助摩塔主调查杀害杰克的凶手 这个皇帝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做核酸 就是为了得到血统纯正的后代 森德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后 原以为塞尔西亚林知道自己不是贵族 会感到很意外 结果塞尔西亚林毫不在意 还觉得森德斯这个名字非常好听 虽说塞尔西亚非常善良 但他却有一个悲惨的命运 有着血之统治者之称的马尔库斯皇帝 曾经为了登上皇位 不光是他的反对势力 就连兄弟表亲 甚至是只要有一丁点皇室血统的男人 都被他赶尽杀绝 最后一位皇室的男人都被杀害 又担心纯正的皇室血统无人继承 就采取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特别措施 而在这个措施之下的产物 就是纯血公主塞尔西亚林 也因此塞尔西亚林一出生就是盲人 他之所以被皇帝关在这里 则是因为他拥有看透真相的心眼之力 就连大师级别的人都骗不了他的眼睛 此时森德斯突然一阵伤感涌上来 因为自己是重生回到小时候 对于未来很多的悲剧自己也清楚 但做不到塞尔西亚这般货达 这是塞尔西亚林抬手感受着森德斯的情绪 并且询问森德斯为什么流泪 又为何如此悲伤 虽然他们之间有着一格之强 但森德斯还是无法逃脱他的心眼之力 就在这时一位宫女打断了塞尔西亚 并告知她是时候回皇宫了 森德斯察觉到有人也缓缓地离开 日后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吧 与此同时在斯瓦罗五帝国皇宫 因为边防部队有一千士兵被杀 而且现场也仅有斯兰公国的花纹 莫斯克公爵认为证据确凿 必须要尽快做出反击 不然有损斯罗瓦五帝国的威严 但被突然出现的男人反对 还骂在场的贵族都是猪一样的脑袋 他就是斯罗瓦五帝国 九大星辰之一的路西佩尔大公 路西佩尔大公质问莫斯克 已认为这次的事件中哪一方获利最大 当然是斯兰公国呀 所以说我才说你们是猪 一天到晚只知道打打杀杀 如今掌握斯兰公国王权的乌拉维斯 忙着稳定内部 没有理由先进攻 那不是斯兰公国的人 还有谁呢 这时斯罗瓦五帝国的皇帝 打断了他们的争论 除了斯兰公国 其他的国家肯定也想趁机 坐收渔翁之力 除去为选举教皇忙的 不可开交的休巴特帝国 那就剩下阿巴伦帝国了 而在阿巴伦帝国皇宫 马尔库斯得知了变态伯爵 和凯书哈尔特公爵偷袭成功 本以为斯罗瓦五帝国会马上出兵 但结果是斯罗瓦五帝国 依然没有任何行动 没想到那帮野蛮人 竟然能沉得住气 这时手下告诉了马尔库斯 那个人的女儿 最近进入了皇室学院 他的名字好像是艾奈 而他的真名则是 艾奈贝尔格雷斯 最强枪骑士重生回到过去 他不仅知晓未来 还成为了帝国最强的天才 此时森德斯来到了 十一和十二大队的练兵场 感叹练兵场的环境 还是老样子 而场内的骑士们 正在互相切磋比试 现场的气氛 完全就是一个竞技场一般 这时一个笑声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等他们转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个小孩子 小毛驴俯下身子 对森德斯说 这里可不是小孩子来的地方 赶紧回家吧 森德斯则是不跟他多废话 直接亮出他的家族环境 虽然骑士们 对于森德斯的环境很惊讶 但让他们更加在意的是 森德斯台甲上的 箭矢之木花纹 那可是阿格诺斯公爵家族的象征 难道他是 阿格诺斯公爵家族的继承人 由于森德斯的事情 已在帝国传开了 当森德斯表明身份和目的之后 众骑士都议论纷纷 这就是帝国史无前例的天台吗 这时有一位骑士 站出来质疑森德斯 你懂什么是贝切尔格吗 上一世有在这生活过的森德斯 自然清楚贝切尔格斗 但这位骑士依然不依不饶地 劝森德斯立之 贝切尔格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森德斯被说的先是无奈叹了叹起 随后大声喊道 我再说一次 我是奉陛下之命来申请贝切尔格斗的 十一和十二队的队长赶紧接令 尽管如此 也没有一个骑士出来应战 毕竟谁敢伤了阿格诺斯公爵的儿子 森德斯没想到 他们竟然忌惮自己的家族而不敢出手 打算用激将法刺激一次他们 随后森德斯便开始了无情的嘲讽 想不到垫底大队的人都没一点武器 遇到稍微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就胆战心惊 看人眼色 真是一群乌合之中 森德斯这一番嘲讽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受伤了可别怪物 森德斯看到起笑后嘴角也微微上扬 而其他骑士则是在一旁欢呼 让黄毛骑士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 黄毛骑士也是不含糊 一开始便认真起来 使出来了B级骑士才会的灵光 这时森德斯身旁的骑士还在劝森德斯放弃 可森德斯毫无在乎 只见他凝聚魔力的时候右手伴随着黑色闪电 接下来的一幕让他们大吃一惊 没想到一个十岁的孩子竟然也能够使出了灵光 谁跟你们说我是C级骑士了 与此同时在帝国皇宫 马尔库斯召见了艾娜 询问他父亲打算如何对付斯罗瓦五帝国 特别是内部低于阿格诺斯实力的男人 路西派大功 然而艾娜却说就连他父亲战神格拉西亚对付他也没有把握 此话一出 马尔库斯立即暴怒 你们之前还自信满满地说一定成功 我对你们的可是非常信任 可你们竟还敢在阿巴伦帝国做间谍 不过只要你答应为我做一些事 我不仅原谅你还可以给你公爵之位 马尔库斯想让艾娜做什么事呢 他不久前还是一个铲马分的废物 如今年几十岁便超越了帝国最强天台八倍 其实力更是接近帝国子天水平的大师级骑士 众骑士看到森德斯不仅拥有环剑和魔器 甚至还拥有灵光 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拥有这些 小毛驴更是怒气冲冲地嘲讽森德斯 你不过是借着家族力量来作威作福 竟耍一些小把戏 而森德斯则是告诉他 不相信也没关系 以大可与队战士一事 随后森德斯继续一顿激将法输出 而小毛驴显然已是被激怒到了极点 忍无可忍的他立马持剑弓向森德斯 森德斯则是轻轻一挥手中的长枪洛奇亚 便能引发强大的弥浪波动 其余波甚至能击退一旁的吃瓜群众 等烟雾渐渐散去 其他骑士以为小毛驴安然无然 只有森德斯知道是另有骑人替小毛驴挡下了攻击 而这个人就是十二大队的副队长 艾弗森 在上一世 副队长艾弗森是森德斯的可靠手下 也是骑士们最信赖的领队 艾弗森为了保住小毛驴的皇室骑士职位 愿意代替小毛驴与森德斯进行背弃而格斗 其他人看到艾弗森如此爱护自己的手下 也是略感惊讶 尽管小毛驴一万个不愿意 但在森德斯的实力面前 他根本就不够看 再且副队长以上的人哪怕是输掉了 也只是被剥夺职位 不会被踢出皇家骑士团 最后小毛驴也只能忍气吞声 让艾弗森上场 可尽管是副队长艾弗森 面对如今的森德斯 实力还是差了一大截 这时艾弗森告诉森德斯 你也就能对付我们这些末位的骑士 上层大队的骑士实力与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极点 但在森德斯眼里 所谓的上层骑士与下层骑士根本没有分别 只不过是那微不足道的自分星化轮的 随后森德斯举起手针的洛奇亚 无数道出闪电交织在一起 想起来轰鸣声 五年 我只需要五年 让十一和十二大队成为阿巴伦帝国最强的皇室骑士团 推逝了太古时候的长枪洛奇亚 如今的雷电之力恐怖如斯 而这等力量 就连副队长艾弗森都从未见过 从而相信跟森德斯在一起 或许真能让十一和十二大队成为最强骑士团 与此同时在帝国皇宫 巴贝尔被召入宫中 此时马尔库斯看着感叹着巴贝尔的天赋 就连帝国最强骑士阿德诺斯公爵 都未能在十五岁达到C级骑士 但如今偏偏又冒出来一个森德斯 马尔库斯的一番话语 句句直中巴贝尔的心 随后马尔库斯奖励一瓶能增强魔力的秘药 并让巴贝尔马上喝下它 面对马尔库斯的命令 巴贝尔只能服从 然后接过药瓶一饮而尽 突然巴贝尔感到一阵阵疼痛醒来 直接瘫倒在地 而这一瓶根本不是增强魔力的秘药 而是唤醒记忆的特殊药物 这时马尔库斯抚摸着巴贝尔的头 轻声告诉巴贝尔 你被抹去了记忆 因此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经常见面 我们之间的约定你还记得吧 所以你千万不能让森德斯 抢走阿德诺斯公爵的继承者之位 你懂我意思吗 巴贝尔本不里登 我的乖儿子呀 这个红发妹子想与男主结交情侣 而男主表示自己一个撸腔之人 对男女之情不感兴趣 这个直男就是乔树亚森德斯男爵 森德斯进入皇室骑士团后 已经过去五年 现在的已经是十一 十二队的大队长 今天晚上是大皇子的生日 森德斯负责在此巡逻 而夏罗也会出席大皇子的生日宴席 可当他正准备进入宴会厅时 却遭受到了阻拦 而阻拦他们的人正是格霍哥和奈塔莎 格霍哥之所以敢阻止五大家族之一的夏罗 是因为夏罗的家族在于格霍哥家族的斗争中失败 导致家族没落 夏罗虽然心中有不甘 但为了家族的复兴 还是选择忍气吞声 可尽管如此 还是遭到格霍哥的再次为难 格霍哥吩咐守卫的骑士 以夏罗身份低微的借口 扶持他们入内 曾是五大家族之一的千金夏罗 何时忍受过这种欺误 就当夏罗正打算爆发心中的怒火之时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时隔五年 众人看到森德斯的第一眼 他并未认出他来 而森德斯则是先吩咐守卫骑士离开 这里有他处理 此时两名骑士还在犹豫是否该离开 但接下来看到森德斯的眼神 脸色立马黑了起来 随后快速地离开 而格霍哥则是一连忙 他们竟然无视自己的命令 这时森德斯让夏罗随他一起进入皇宫 而一旁的格霍哥则是告诉夏罗 就算你与森德斯关系再好也没用 因为他已经被踢出阿格诺斯家族 也帮不了你 随后夏罗感叹森德斯竟变得如此之帅 差点认不出来 还打算邀请森德斯与他跳一支舞 森德斯则表示自己还要巡逻 没空与他跳什么舞 而且我一个撸腔的人 对男女之情不感兴趣 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是阿格诺斯公爵家的人了 我是森德斯男爵 此时皇宫外面 大皇子的敌对势力想在今晚刺杀大皇子 而眼前的这位精灵妹子就是刺杀大皇子的杀手 重生后的森德斯自然是知道今晚会有刺客的出现 但他并不是为了保护大皇子 而是这个刺客在上一世帮助过他 这时森德斯察觉到了刺客的存在 而这名刺客手持匕首想偷袭森德斯 打算杀人裂口 森德斯左手凝聚魔力轻松挡下攻击 这时刺客询问森德斯到底是谁 进门察觉到他的存在 森德斯则是让他放弃刺杀大皇子的想法 阿依莎 这时刺客心头一惊 他竟然对自己的行动如此了解 随后录强烈的杀意 黑色的杀器具像画 化为树枝力长刺向森德斯 森德斯表现虽然淡定 但也做好了防备 强大的雷电之力化作巨大的龙手 巨龙的压迫力让刺客感到双方力量的悬殊 紧接着立刻下跪 拜见黑龙大人 而森德斯命令他放弃今晚的刺杀行动 虽然阿依莎很不甘心 但又不能违背黑龙大人的命令 在上一世森德斯知道他今晚到刺杀行动会以失败告终 所以才会阻止他 也是不想让他这个未来的暗杀王留下唯一的污点 他是帝国未来的天才军师 只要略失一计便可平定帝国内乱 他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主军 进行了五年地狱式训练 而他们所要侍奉之人 便是我们男主枪骑士 此时在皇室学院 众人慌慌张张地去迎接大哥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让他们用这般礼仪对待 此人正是帝国的天才军师伊鲁卡斯 而今天也正是伊鲁卡斯在学院毕业的日子 众小弟骑骑弯腰巨公 祝贺伊鲁卡斯大哥毕业 而伊鲁卡斯毕业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见他心中的太阳 与此同时 森德斯莫名其妙地打了阿提 我这该死的魅力 怕不是有妹子想我了 就在这时 森德斯听到守卫在吵吵闹闹 原来是凯恩怒气冲冲地找来 其原因是五年里他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而自己的主军却是丰衣足食 听到森德斯说理解他的苦 凯恩马上泣不成声 泪流满面 随后森德斯询问凯恩 既然你主动来找我 说明你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了 凯恩的眼神突然凌厉起来 表示自己如今的实力 除了你 没有人能比得过 森德斯看着眼前性格大变的凯恩 他这五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就在这时 守卫骑士告诉森德斯 有贵宾来访 而森德斯很疑惑 今天怎么这么多贵宾来找他 这次的贵宾正是伊鲁卡斯 这条头发的姿势 让我这个阿姆主都冻醒了 伊鲁卡斯的出现 让森德斯感到很意外 一旁的凯恩更是直接红了脸 在凯恩眼里的伊鲁卡斯是长这样的 而凯恩的心 此时以每秒36次的频率条 这位美丽的女士 请务必给我一个保护您的机会 我是森德斯男爵的第一个骑士 您叫凯恩 您可以亲切的叫我逆称 凯恩这一操作 让这个天才军师都无计可施 森德斯直接上手就是奇咎而不 敢枪你主军的人 凯恩你胆子真大 伊鲁卡斯此次前来是为了履行五年前的约定 而森德斯自然是记得他们之间的承诺 收下伊鲁卡斯 作为他的军师 伊鲁卡斯也伸手回应森德斯 他们这拳头一碰 怎么有种私定终生的感觉 凯恩见状也立马跑过来 三人再次碰拳 阿巴伦帝国三劫一成立 而森德斯对他们下达了第一个任务就是 曾经的帝国天才巴贝尔15岁达到了C级骑士 可我们男主15岁就已达到了最高级的大师级实力 而接下来在大陆上即将举办大师战 此时皇帝马尔库斯表情非常凝重 以骑士自居的阿巴伦帝国 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大师战 如此一来 并会让其他国家籍势力看不起我们 这种事情皇帝马尔库斯自然是不允许发生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彻整个宫殿 森德斯表示愿意代表阿巴伦帝国参加大师战 为阿巴伦帝国树立威严 森德斯如此狂妄的口气让皇帝马尔库斯很是怀疑 然后告诉森德斯大师战可是要有大师级的实力才能参加 不过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有大师级实力 一旁的变态伯爵立马兴奋了起来 想立刻与森德斯较量一份 可突然他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是阿格诺斯公爵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变态伯爵看着那凌厉的眼神 也不敢打什么歪主意 就在这时 森德斯的一番话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他竟敢以参加大师级为由向皇帝谈条件 其他贵族纷纷指责森德斯的狂妄和无辱 马尔库斯则是大吼一声 巨大的声音让那些贵族瞬间安静起来 皇帝马尔库斯表示只要森德斯不离开皇宫 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但森德斯所说的条件就是离开皇宫 就在两人对峙一番后 皇帝马尔库斯选择妥协 然后突然又使用星剑弓相森德斯 最后在宫殿内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爆炸的威力震飞了一些吃瓜群众 皇帝马尔库斯的这一击有如晴天霹雳 而森德斯同样使出了星剑抵挡住了攻击 皇帝马尔库斯思索一番后 先是哈哈大笑缓解尴尬 然后对阿德诺斯公爵表示羡慕 竟然有如此天赋异离的儿子 森德斯既然也能使出大师级才会的兴建 就说明他确实达到了大师级 随后皇帝马尔库斯表示答应森德斯的条件 但大师战必须要取得令他满意的结 与此同时 在芬迪勒家族 伊鲁卡斯和凯恩前来带子 夏罗看到凯恩胸前阿德诺斯家族的花纹 以为他是受阿德诺斯公爵命令前来 凯恩立刻否认 表示他和伊鲁卡斯都是奉森德斯男爵之命前来帮助你们 夏罗则是感到震惊 没想到是他 他是历代最强强骑士 却惨遭之有背叛 被皇帝亲手杀害 然而命运给了他重头再来的机会 他决定要去毁灭帝国 首任皇帝 完成骑士最终的复仇 森德斯看着生活了五年的阿巴伦皇宫 虽然有一丝不舍 但不招致怀疑就能离开皇宫 已经很不错了 就在这时 阿格诺斯公爵出现在森德斯眼前 由于森德斯担任皇家骑士的五年里 从未找过阿格诺斯公爵 如今森德斯将要离开 也没有和阿格诺斯公爵打声招呼 所以阿格诺斯公爵在质问森德斯 难道你是在怨恨我没有让你变成继承人 而森德斯表示我的确怨恨你 但并不是因为所谓的继承人 反而认为您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 我如今完完全全地抛弃了阿格诺斯的姓氏 自然也不能成为继承人 所以我没有理由因为继承人的是怨恨你 不是吗 我怨恨你的原因是我如今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了 可你还是对我母亲不闻不问 阿格诺斯公爵无奈表示 那是因为家族 正当阿格诺斯公爵还想继续解释的时候 看到的是森德斯满脸的笑容 森德斯表示我如今已经不再怨恨你了 因为这些日子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母亲笑得这么灿烂 所以感谢您教导我的骑士和照顾我的母亲 以后也请多多请教 阿格诺斯公爵也客气地说道 这也是我该做的 无必客气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森德斯队长 原来是森德斯的麾下骑士 麾下骑士询问森德斯为何要不辞而别 难道你要抛弃十一和十二大队骑士的我们吗 此时森德斯却直然了当地告诉他们 我从未把你们当成部下 而是把你们当成了珍贵的同僚 我离开是我个人原因 时机成熟我会回来找你们的 大致了解了森德斯的意思后 众骑士迅速左右排开 作为骑士最高的礼仪来回敬他们队长森德斯 向我们的队长森德斯男爵敬礼已是忠诚 森德斯见到此情形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五年里他所有目标都几乎已经达成 他不仅成为了皇室骑士团的大队长 还获得了进入皇宫密库的资格 找回了他前世兵器 黑耀尔丁 还以森德斯之名取得了爵位 而且还阻止了上一世好友暗杀王失败的暗杀行动 甚至还在皇宫内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更重要的是凯撒尔本布里登 原本打算在这几年里摧毁他的根基 了解第三方势力我不能一直待在皇宫里 月之门的本管 那里似乎隐藏着我不知道的巨大威胁 这个男人刚刚加入佣兵团 就被佣兵团会长故意刁难 委派难度超高的五星级任务 可他不知道的是他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史上最强枪骑士 就在刚刚森德斯辞去皇室骑士的职位之后 打算前去莱因哈特 由于莱因哈特与首都没有直接连接的传送之门 所以只能传送到距离莱因哈特最近的海部里程 这时森德斯从传送老者口中得知雷电之作杰克被杀之后 五年里魔法塔虽然一直在寻找凶手 但没有找到半点线索 所以魔法塔也打算参加大事战 希望能找到蛛丝马迹 说完便开启传送阵 随即森德斯脚下浮现出一个魔法阵并发出嗡嗡的响声 只见在魔法阵中央闪出一道白光后 森德斯也随即消失 一眨眼的功夫森德斯便从首都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海部里程 森德斯没想到魔法塔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下午 也是 因为自己手中还有着太古石 海部里程拥兵工会 此时拥兵工会分会长在为难森德斯 表示想要得到拥兵银牌 就要先完成100次二星委托才可以 他之所以这般为难森德斯 只因为森德斯是阿巴伦帝国的贵族 可他不知道的是森德斯是重生之人 对于拥兵工会的等级和规则实在是再也清楚不过 拥兵与委托人之间只存在能力与金钱的交易 拥兵只需要根据委托合同展开行动 也不限制于拥兵的身份 除此之外要获得银牌的方法 也可以完成一次相应难度的委派任务即可 工会分会长眼看无法忽悠森德斯 便答应给他可以得到银牌的委托 可分会长拿出来的却是五星级委托 那可是如同侦察巨龙难度一样的委托 分会长表示怕了可以不接受 森德斯虽然觉得委托可疑 但为了获得银牌也只能接受 而且别人不知道的是他曾经可是史上最强强其事 如今实力也已达到了大世纪 与此同时在阿巴伦帝国某处 一个戴着面具的黑衣人在吟唱着咒语 这时又出现了另一个黑衣人 其中一人说到接下里的计划 是要利用巴贝尔来推翻阿格诺斯家族 毕竟没有了反对战争的阿格诺斯公爵 皇帝马尔库斯就会立刻进军斯罗瓦五帝国 在此处密谋的这两个黑衣人分别是战神格拉西亚 还有就是诡计多端的凯撒尔本布里登 前世将森德斯推向死亡深渊的两个人 就这样又开始了往来 这个明目清秀的少年 有着其他人不一样的胸怀 也因为他的特别之处 吸引了凯恩骑士的注意 尽管伊鲁卡斯说了无数次自己是男士 就在凯恩还在纠缠伊鲁卡斯之时 夏罗突然出现并表示顺翼之门被封锁了 只能不行回去分敌恶公爵府 然而在他们回去途中 有一群黑衣人悄悄跟踪在他们后面 而夏罗一行人此时正在休息补充体力 这时夏罗收到飞鸽传书 他拆开纸条后得知自己的父亲晕倒了 随后伊鲁卡斯表示的尽快回去接替分敌恶公爵 不然就会被别人有机可乘 由于时间紧迫 想要快点到达就得抛下没用的行李 伊鲁卡斯话音未落 刚刚在他手中飞走的鸽子就被射杀在空中 察觉到危险的伊鲁卡斯让大家提高警惕 就在同一时间凯恩突然被一条绳子给缠住 随后凯恩便被拉入了森林之中 然而飞鸽人的真正目标其实是夏罗 当黑衣人手持麻袋想把夏罗给套进去时 飞鸽人突然被一个石头给击中 伊鲁卡斯趁此机会拉上夏罗迅速逃跑 可他们的逃生路线再次被黑衣人拦住 正当黑衣人想把夏罗以外的人都给杀掉之时 刚刚被掳走的凯恩突然出现空中 此时的凯恩由于天降神兵 凯恩强有力的一个斩机引发了巨大的爆炸 黑衣人没想到一个随从骑士竟然有这等实力 但也只是一个有勇无谋之人吧 然而凯恩刚刚的一击不是为了击倒敌人 而是故意引发大爆炸让远处的人看到 如今黑衣人知道拖下去任务必定失败 于是打算速战速决 只要把凯恩解决掉任务便能完成 与此同时在海部里的某一处森林 由于森德斯是第一次执行佣兵任务 其他佣兵把他当成了小卡拉米 还让森德斯跟在他们身后不要拖他们的后腿 表示虽然是二星级任务 但对于一个佣兵新人也是极其艰辛的 然后他们刚刚所说的是二星级委托 可森德斯先前接的五星级 还没等森德斯细想远处便传来准备战斗的声音 此时分工会长正组织一群魔力持有者打前阵 虽然前方袭来的是一大群不死之身怪物 但只要砍下头颅便能击杀 佣兵们的突击把攻上来的怪物逐个踢破 正当怪物节节败退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不死之身 把前线的佣兵禁术击倒 分会长见状感到非常不妙 因为眼前的是高级不死之身怪物杜拉罕 B级以下之人根本破不开他的铠甲防御 森德斯也没想到这个时期也有杜拉罕 打算前去装一波 而他身后的熊猫人却劝阻森德斯不要前去送死 可接下来的一幕让森德斯停止了脚步 只见一个身穿法师袍之人跳到不死之身怪物上方 他双手交叉勾画出一个魔法阵 双动 星星 就在魔法阵变大的一瞬间刮起了一阵冰雪狂风 一瞬间把剩余的不死之身怪物全部冰冻 而这位能够使用四级魔法的魔法师 正是兵之魔术师伊瑟琳 这是无头骑士杜拉罕 一般人对他造成不了任何伤害 就在刚刚 伊瑟琳使用一招兵系魔法双动星星 一瞬间剩余的不死之身怪物全部冰冻 正当其他人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了之时 强大的杜拉罕正在挣脱冰封 伊瑟琳没想到就连四级魔法师也奈何不了杜拉罕 拥兵工会分会长剑撞迅速上前配合伊瑟琳 在他出前的一瞬间拳头上寄出了一个魔法器 在魔法器的辅助下摩力具现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下时间被冰中的不死怪物全部都被打了四分五裂 看到杜拉罕被击败 其他佣兵激动的欢呼 而森德斯却注意到了分会长刚刚使用的魔法器 魔器阿布达喊之火 在他重生前一直是佣兵工会二把手的真爱武器 就在这时 有三名佣兵慌张喊道在另一边又出现了不死之身怪物 然而当分会长放眼看去 让他惊讶的不是不死之身怪物 而是那五支强大的杜拉罕 其他人见状更是一脸绝望 面对这么多高级不死之身怪物 其他人为了保命只能放弃这次的委托任务 分会长还打算阻止其他人逃跑 但被森德斯打断了 表示接下来就交给他 而你给我准备好丰厚的委托费即可 喂 熊猫人 那个新人又强出头了 不要管他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就让他送死吧 森德斯淡定的召唤自己的爱枪 如今的洛奇亚蕴含着太子时的雷电子 别说是不死之身怪物 甚至是强大的杜拉罕 怕也挡不住森德斯的一击 只见森德斯挥动着长枪 回后把枪头指向前方的不死之身怪物 魔枪术第四阶段 尖密 煞时间一股强大的能量喷涌而出 不死之身怪物和杜拉罕瞬间被消灭成粉碎 只留下一些焦土残海 其他人见状也为之颤抖和震惊 没想到这个佣兵新人竟有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分会长此时想打听森德斯手中的武器是可恶 而森德斯表示挂逼的是少打 不然会是好奇心害死猫 在此之后 森德斯在分会长口中得知 这次的委托是委托人要求对外声称是二星级 而分会长本想着有他在面对一般不死怪物 根本不需担心 但没想到会出现杜拉罕 然而我们最终要讨伐的对象 是在列夫莱卡伯爵领地里的巫妖 由于列夫莱卡伯爵家族在打领地战 想要进去必须得到许可才行 森德斯没想到列夫莱卡伯爵家族竟然在打领地战 那伊瑟琳不就是 就在这时伊瑟琳走进帐篷并表示那不是领地战 而是克伦贝尔侯爵家族展开的大屠杀 海恩这边的战斗还在继续 夏罗本想坐船渡河逃跑 可没想到他们先前准备好的船只早被破坏 而且还有黑衣人埋伏于此 此时黑衣人手持匕首飞扑过去 而夏罗等人的命运又该如何呢 夏集敬请期待 他是大陆上最强军师伊卢卡斯 却被一个小小的男爵视为小屁孩 就在刚刚夏罗等人将要被黑衣人袭击时 黑衣人突然被一箭穿心 然后就不甘心地隐恨西北 正当管家疑惑箭矢是从何而来之时 远处突然传来声音 大家都没事吧 原来刚刚将黑衣人射杀的人是 芬迪厄家族军师特洛伊伯爵 随后特洛伊护送夏罗等人回到了家族领地 但此时的夏罗还在为保护他们的凯恩而担心 好在有伊卢卡斯的安慰 那凯恩骑士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被打败的 得到伊卢卡斯的安慰 夏罗脸上才逐渐放松了起来 随后夏罗告诉特洛伊 自己也要参加军事会议 因为自己的父亲倒下了 所以要填补上家主之位的控权 也是给其他家臣证明自己的能力 紧接着夏罗伊等人就来到了会议室 然而当其他人知道夏罗也要参加军事会议时 阿尔纳男爵却认为不合适 得等他们的会议结束之后才能向夏罗报告 但夏罗却坚持现在就给他汇报情况 随后夏罗从另一位家臣的汇报得知 克伦贝尔家族不仅袭击了他们的商团护送队伍 还切断了领地的物资供应链 夏罗没想到领地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严重 这样下去领地迟早被敌人抢走 如果有人能想出办法就好了 就在这时 伊卢卡斯翻阅了领地的资料后表示不用担心 领地居民的急需粮食不是可以自己生产吗 然而伊卢卡斯这一举动让众人感到诧异 特别是这个眼镜男爵 认为伊卢卡斯一个外人 不适合出现家族的会议里 这时夏罗向大家介绍伊卢卡斯是皇室学院以第一名毕业的学生 也是来帮助我们家族的 但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对眼镜男爵说还是小孩子一般 更是告诫夏罗战争不是游戏 我们没空跟你们玩过家家 夏罗的随从听后大怒 表示夏罗小姐为了寻找友军到处奔波 寻找友军结果就是找了这么一个不男不女的小孩吗 就在他们争吵不断的时候 伊卢卡斯缓缓地向眼镜男爵走去 这般言语相对夏罗小姐应该得到称赞才是 因为她拉拢了最可靠的友军 如今领地70%人口的粮食可以自产 所以不用担心领地居民 只要想办法获得军粮和坚持只手不攻就能支撑得更久 而克伦贝尔肯定不喜欢打持久战 因为这样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们是想尽可能得让我们支撑不下去 也就是说他们很快会有所行动 并且会向我们提出一次性结束战斗的提案 然而眼睛男爵反驳到他们既然害怕损失 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出兵吧 突然一个士兵闯入会议室 大约有三万克伦贝尔侯爵的领地军 正向爱登峡谷进军 其他人没想到对方竟出动了三万大军 更是没想到伊鲁卡斯竟然猜中了他们的动向 伊鲁卡斯邪魅一笑 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提案 他们便会趁机一举消灭我们 即便不答应 他们也会以大军逼着我们把士兵聚集起来 他们不是不想打持久战吗 爱登峡谷可是防守的天然要塞啊 这只是他们的阳攻战术 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爱登峡谷 而是在这里 丹尼斯江 他是帝国最强军师伊鲁卡斯 更是一直爱慕着男主的男人 他本打算帮助夏罗家族摆脱困境 却遭到家族一些家臣为难 然而当他们看到伊鲁卡斯展现的谋略才能 无不为其感到惊讶 随后家臣们都回到各自的岗位 按照伊鲁卡的的计划做准备 就连意见最大甚至是无视夏罗的眼镜男爵 此时都不得不服从 就在其他人都离开后 夏罗长呼一口气 没想到伊鲁卡斯如此厉害 竟能把那些老王顾家臣控制住 伊鲁卡斯表示想道谢的话 日后对我家君主说也不迟 说起森德斯夏罗脸色泛起了一抹红 随后伊鲁卡斯在夏罗口中得知 在领地战争爆发初期 双方战士还是不相上下 但自从拥兵王参战之后 芬迪厄家族就开始损失惨重 而且拥兵王只现身重要战略的地方 随后伊鲁卡斯根据夏罗所说的信息分析 芬迪厄家族无论是财力还是军力 都比克伦贝尔家族更强 顾应在一开始就被迫处于手势 就算有拥兵王这种强者帮忙 也不至于如今这样 更不说身为五大公爵之一的家族 竟然在家吃了有毒的食物 种种迹象表明 家族之中肯定有奸细 与此同时在一处营帐中 伊瑟琳还在讲述着 不止家族的裂夫城被烧毁 自己打父亲如今也是下落不明 克伦贝尔彻底摧毁列弗莱卡家族不久后 又开始对芬迪厄家族展开领地战 然而克伦贝尔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 无疑是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森德斯认为这一切单凭一个侯爵家族 是不可能做到的 幕后的主持者应该是皇帝马尔库斯 因为克伦贝尔家族是被称为皇帝的忠权 随后分会长请求森德斯借一个私人委托 委托任务就是照顾好伊斯林小姐 他是大陆上最强腔骑士森德斯 死后重生回到了过去 然而在他的复仇之路上 不仅遇到了誓死追随他的骑士凯恩 还有各种各样爱慕他的妹子 但他却对他们毫无兴趣 原因是他只喜欢撸他的长枪洛奇亚 此时在休巴特帝国 一个黄毛因为练习两年半 还成为不了小黑子而惨悔 黄毛是巴休特帝国的圣骑士克里斯蒂安 克里斯的师父听闻他正准备出发参加大师战 而特地前来与他告别 他的师父也是大陆伟大的九大星辰之一 他深信自己的徒弟的实力 只要不遇到大陆上的九大星辰或者是十二超人 就没有人能伤害到他 唯一要小心的就是烈焰骑士乌拉维斯 随后克里斯表示 在去莱因哈特参加大师战之前 要先去一趟阿巴伦帝国的边境地区 因为传闻那里出现了乌妖 作为侍奉神灵的骑士 他觉得必须要去确认一下传闻的真实性 乌妖就是献出自己的灵魂 用黑魔法把自己变成不死之身的存在 在大陆上乌妖和黑魔法师也是各国的共同敌人 随后克里斯来到了阿巴伦帝国边境 这里曾经也是列夫莱卡伯爵的领地列夫城 此时边境守卫把他拦截并询问起其目的 然而当克里斯表明身份和目的之后 却遭到了拒绝入内 原因是这里是地属于阿巴伦帝国的领土 休巴特帝国的骑士无权干涉 此时克里斯脸色虽有一丝无奈 但这小小的困难是难不住他了 随后克里斯便找到了秘密通道 狗洞 然而此时克里斯最在意的是 阿巴伦帝国为何对这片废墟防守的如此言论 最奇怪的是皇室的魔法师 竟然与魔塔的魔法师一起行动 难不成这次的巫妖是与阿巴伦帝国有关系吗 皇帝马尔库斯到底有什么目的 为了搞清楚种种谜团 克里斯来到了城堡里面探查 突然他听到里面有异动 随后飞扑出来一只石狮鬼 就在克里斯一个侧身闪避开之时 地板也在同一时间开始坍塌 克里斯与石狮鬼一起掉落到了城堡地下 然后克里斯快速调整好站姿 向着石狮鬼歸坦一刀轻松解决掉 然而下一秒克里斯满脸惊讶 因为在地下竟然还有着数不清的石狮 面对如洪水般的石狮 克里斯的命运会无可 曾天真 他是侍奉神灵的圣骑士 如今遭遇一大群石狮 然而作为高傲圣骑士的他毅然决然地选择战斗 闪电刺 克里斯本以为能轻松解决掉 可没想到被击倒的石狮鬼再次站了起来 圣剑杜琳达内响应我的召唤 我将以主神赫尔默斯亲自审判你们 曾天真 一招生天真发出的神圣光芒 将全部石狮鬼消灭殆尽 能让这些石狮鬼在城堡中肆无忌惮地徘徊 何等强大的巫妖才能做到 克里斯本想偷偷解决掉巫妖 但这等强大的巫妖看来是不可能啊 随后克里斯在脚下构建出一个魔法阵 打算用此招解决掉巫妖 赫尔默斯神 请唤醒圣者 寻找恶之救赎吧 咒语吟唱完毕后 一个光球开始寻找巫妖的藏身之处 不一会儿便发现了两个身穿斗篷的人 然而其中一人让克里斯心头一颤 那个人怎么会在这里 就在这时克里斯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传送门 煞世间从传送门伸出数十条黑色绷带向克里斯洗来 等克里斯反应过来时早已被紧紧地缠住 这时克里斯大喊 你们是想挑起大陆间的战争吗 随后从传送门中又出现一只怪物 等克里斯细看发现竟然是亡灵骑士 此时森德斯等人也来到了列夫城 在守卫确认了他们的通行证后 并告知他们办完事要尽快离开 因为在三天前巴休特帝国的一名骑士 潜入城中后失踪了 所以不久后阿巴伦帝国和巴休特帝国都会采取行动 分会长听后表示会尽快解决 帝国之间的斗争是他们拥兵工会惹不起的 而此时在马车中的森德斯和伊瑟琳略微尴尬 伊瑟琳认为森德斯选择保护他 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未开发完成的魔器 应该是对他有意思 所以才会接受保护他的违国 因为克伦贝尔为了抓他可是出了巨额悬赏 抓他的人很多其中还有不少的危险人 可在他得到森德斯的回答后才知道是自己想多了 随后连声哈啸以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紧接着森德斯在伊瑟琳口中得知了他父亲是在五年前失踪的 那天晚上克伦贝尔的士兵毫无征兆的围杀列夫莱卡家族 然而毫无防备的他们根本抵挡不住克伦贝尔的大屠杀 最后是列夫莱卡伯决毒自一人誓死抵抗 才让家族众人得以机会逃脱 就在这时森德斯突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 随后快速跳下马车再次确认 果然是他 那是让人撕碎了都不解气的人 凯撒尔的走狗 白白尔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让森德斯如此忌惮 他本是大陆上最强强骑士 却惨遭皇帝的背叛杀害 本以为就此丧命的他却重生回到了过去 如今突然察觉到上一世的仇人白白尔 森德斯想白白尔的气息 太有阶子了 分会长见状也急忙追上森德斯并询问发生何事 森德斯并没有回答 只是让他们在此处稍等一会 随后森德斯继续赶路 突然森德斯发现前方的友谊 看到了一个不久前留下来的一个魔法图案 而且在此地不仅感受到白白尔的气息 还有一股危机以上的能量和战斗的痕迹 于是森德斯判断此处是被施展了幻象魔法阵 随后使用反魔法破解 果然不足森德斯所料 破解了魔法阵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黄色长发的美男子 此时克里斯全身颤抖 感觉身体虚弱的像被掏空 森德斯询问他此地到底发生何事 被掏空的克里斯使用全身的力气 告诉森德斯小心身后 可还没等森德斯反应过来 亡灵骑士早已出现在他身后 森德斯结结实实地挨了亡灵骑士的能迹斩机 倒地的森德斯快速调整好身姿 森德斯没想到自己竟然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而且还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亡灵骑士 就在这时洛奇亚发生异动并说他是我的 随后森德斯突然感到一股能量潜入自己的身体 这是洛奇亚在控制森德斯 而亡灵骑士此时双手持剑正向森德斯杀来 千军一发之际森德斯双眼变成血红色 紧急着抬手持枪抵挡住了亡灵骑士的斩机 双方在碰撞的一瞬间地面也被炸裂开来 一旁的克里斯感到非常震惊 在森德斯身上竟同时感觉到胜利和魔器 这两种能量能同时存在的吗 而此时的森德斯看亡灵骑士的眼神就像看猎物一般 随后使用长枪击进了亡灵骑士的嘴尖 这一击毁掉了亡灵骑士的整个阻壁 感受到了森德斯强大的亡灵骑士只能无奈地嘶吼 经过刚才的一招你应该明白你是绝对赢不了我 乖乖地被我吃掉吧 但亡灵骑士还有着生前的尊严可没那么容易去 随后使用强大的灵光覆盖在剑刃之上 这独测的招式让森德斯心头一惊 这是狼牙剑的狼之效 可就算如此战斗结果还是不会改变 长枪从亡灵骑士胸前刺穿 而此时亡灵骑士逐渐恢复生前的记忆 虽然森德斯不清楚他到底有多不甘心才会变成亡灵骑士 但可以确定的是人的灵魂 尤其是大师及强者的灵魂绝对不能强取 成为亡灵骑士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亡灵骑士 不对 应该是斯罗瓦五帝国的野王阿茨玛公爵 与此同时在斯罗瓦五帝国皇宫 皇宫内烟臣四起横尸片野 原来是路西佩尔大公想谋反篡位 他谋反的原因是不满皇帝害怕战争且软弱的夺制 此时皇帝贝罗那警告路西佩尔 这件事要是传开了肯定会引发内战 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 而路西佩尔却告诉他宰相已经屈服于他 至于阿茨玛公爵他早就已经死了 你该上路了贝罗那陛下